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非常歡迎大家來今天的這個新結果 然後 正確非新結果 那我們題目也當然是最近 還在放心外的香港的戰鬥的問題 那這個題目其實我們選的是 因為那五位老師寫了一篇文章 也包含來香港的學院 他們寫香港民族自覺的概念 然後所以我們討論民主主義的誕生 然後開始猛 那當然我們會討論到 不謂民主主義的問題 那在這個戰鬥過程 今天我們邀請到三位的來賓 第一位是余無畏人 他跟我們講關於香港政府 我們大家請特別掌聲 思成的民主主義的問題 就是他觀察到的這個概念 那第二個是要請到楊中禮 中禮咧 中禮他慢慢走下來 大進場 大家樂力掌聲一下 那第三位 呂佳華小姐還在路上 所以我們就先不等他 那我們的順序 是先從中禮 因為他才從十月二號的 國安浪回來 所以他可以跟我們提供 他被看到有人用塑膠子彈 然後被那個 那個所謂的 吹的瓦斯 噴到的很難過的感覺 他都可以跟我們講 然後現場他在街頭的狀況 然後第二個 再請國安浪老師來去講說 他最近跟香港 呃 這些朋友的接觸裡面 看看 從理論角度去看 那最後 再請佳華 從另外一個 同樣 香港人在追求 所謂的 自治 然後 在比如說香港的認同的時候 他另外一種 比較現實的觀察會 在今天呢 我們又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來賓 在我們開場我們結束後 因為大家去參加巢運的時候 都有聽到 呃 有一個recycle的主唱 然後Ivan 他今天就來特別在我們開場的時候 結束了 先幫我們暖身一下 然後幫我們唱一首海闊天龍 大家熱烈掌聲 歡迎他Ivan 謝謝 那個 那 我是 居住正義協會的 國際部主任 那 呃 呃 呃 在這很高興可以 呃 阿凱老師邀請我來參加巢運的時候 但我剛才聽到下面 有那個香港的朋友 我有緊張 如果我唱錯的話 就不要管我 但是沒有 先就是包含一下 因為 呃 香港的我只會 那個粵語歌曲我只能唱這一首 哈哈哈哈 不用麥克風 那我不用麥克風 那大家就先包含一下 因為今天我沒有辦法把整個樂團 帶來的就對了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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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外負面 可未必是太陽 多少次 仍著冷淫於秋笑 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悲傷 一山啊 芳芳 沒有傷心的感覺 百姿百戒 仍著深淚過 原諒我這一山 百幾分鐘 愛自由 又會怕 又一定會跌倒 會去流流傷 誰人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 只你跟我 那會怕 又是一場 從沒有放棄過 再之後 想看 我 總之我懷孤你,我懷孕,我懷孕 原來我只有一三八給你,我總該知道 也會怕有一天會知道 原來我會想,誰都可以 也會怕有一天會知道你和我 可能會怕有一天會知道 我為我懷孕,我懷孕,我懷孕 我也想說,我懷孕,我懷孕 千里 愿任我这一生不疾风中爱自由 又会怕有一天会知道 Oh no 会血了会想 谁人都可以 又会怕有一天会知道 愿任我这一生不疾风中爱自由 又会怕有一天会知道 会血了会想 谁人都可以 又会怕有一天会知道 我 又会怕有一天会知道 会血了会想 谁人都可以 又会怕有一天会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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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先提西藏的活動 就是我們知道9月28號那個戰狀開始 而其實27號 28號連兩天的西藏人權的運動 它其實是一個很和平的西藏的人權應戰 那我們在27號當天就遇到了 大家知道晃腳這次有什麼黑社會來討興的事情 其實27號那天有20幾個香港黑社會的人 是衝到了這個西藏的這個人權應戰的會場來鬧場 可是這件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可能 你在場應該不太清楚這件事發生 因為新聞媒體並沒有中間揭露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到說 即使在還沒有站中之前呢 整個香港的情勢我覺得其實已經超過我們想像中的不好 或者是說你要說它亂也可以這麼形容 那那天也有西藏的朋友被打傷 被黑社會的人打傷 那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在這個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知道說 其實香港警方它其實已經在做很被動的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一個 在香港人很可能也還 有一些香港人至少還很自豪說 他們有一些基本的人權或言論自由的時候 為什麼辦一個西藏活動甚至還要受到暴力上的威脅 這件事情就是我已經充滿了疑惑 那所以說其實到了27號晚上的時候 那個活動是在白天 27號晚上我才就已經去金鐘的現場 那時候人已經很多了 那其實在那段期間裡面大家都說 把10月1號準備站中這件事情 但是也有其他香港的社運圈的朋友跟我講 所以其實 會提早在10月1號之前就會有站中的情況 所以在隔天其實9月28號就已經開始發起站中了 也就是說9月28凌晨的1點40分左右 我們就收到消息之後就開始站中 那站中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人也沒有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在 我覺得可能在我當時在那邊的情況 我覺得網路很難上 所以我不太了解台灣的朋友這邊的狀況 但是我大概也有從臉書上看到一些訊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臉書上的朋友很喜歡拿318運動 跟香港的站中運動來比較 那基本上我是不喜歡拿這兩個運動來做比較的 因為我覺得第七點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我的理由大概是說從運動的立場來看 它是一個空間運動上的不對等狀況 也就是說我們在台灣的所謂國會佔領立法院這個運動 其實它相對來也是一個封閉的空間 那即使你看到外圍的這個近南路或青島東路的這些道路 其實它都算是狹小的 可是回到了這個中環金鐘的那個現場 那個金鐘的路是 這邊也有香港朋友知道那個路是有多大 大概相當於就是高速公路的那種寬度了 所以是相當寬闊的一個空間 那要去佔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其實到我們今年雖然4月份 我們台灣雖然有了佔領的中孝席路 可是那個服務員廣度還是比我們中孝席路要大得太多了 所以其實在剛開始佔領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什麼人的 所以甚至說開啟戰中運動的時候 其實金鐘的前面的那條道路其實倒還是可以倉通的 車子是可以通行的 那一直到28號下午才真正的達到所謂的 完全的佔領的這個道路的行動 那所以我覺得說我自己在現場基本的觀察 真的是非常粗淺 就是說我覺得說因為我剛好看到有些朋友 在網路上在戲弄我們這兩場運動 那我是認為說在空間運動上是很難去做出這樣的一個比較 因為我看到有人說誰勝或誰負了這個問題 我在想說這運動有所謂的贏或輸的嗎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比較 所以我大概有這些想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提到空間的問題就是說 後續呢其實大家知道說包含望角跟這個銅鑼灣都被佔領了 那其實我覺得剛好也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其實沒有去過很多次的香港 那對於香港的環境不是特別熟 可是在這幾天的這個觀察 那個現場的觀察 因為我會發覺到說 比如說包含在現場的旺角也好 或者是銅鑼灣也好 還有包含中環 剛好它其實是我覺得說 都是銅鑼灣跟旺角都是人潮相當密集 會聚集的地方 那其實不見得是在那邊的人都是贊重的 就是不是在那邊的人不見得都是參與佔領運動的人 而是說當這個人潮一湧現的時候 有一些人其實真的只是 像我在銅鑼灣看到其實是有非常多的中國觀光客 可是那種人潮聚集的時候 你會奮不清誰是誰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說就是佔領 所以我覺得剛好佔領運動的人 是就很容易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現場佔領出這樣子 那另外包含旺角也是 其實他們剛好都是 你如果去看那個香港捷運的系統 其實它大概都是一些線的轉接的 剛好在旺角是要轉去 旺角要轉哪裡 如果要往那個中環的方向 你可能必須在那邊轉車 可是也就是由於說在第一天的站中的時候 其實928下午其實已經很多人了 那就會發現說人根本進不了金鐘 所以其實在那個轉接站的那一點的時候 人剛好就卡住卡在旺角的 你就變成說其實有一部分人群 就離轉到那個現場那邊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是我在空間上的一些觀察 那另外一個是我看這一場運動的參與的人的臉孔 這樣臉孔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在這場運動裡面 我們做一個外來的 然後觀察著 在觀察這場運動的角色 其實相對應到香港 其實香港也有NGO在做類似觀察的角色 在香港有一個單位叫香港人權檢查 他們長期以來從事的是有關於香港各式各樣的街頭運動 社會運動的現場的紀錄跟觀察 他們會穿上他們的制服 那穿上這個制服的時候 他們會在現場做一些紀錄 看看當地的公權力 是不是有使用過度的國家暴力 他們會做一些紀錄 然後把這些紀錄回報到國際上 各國際社會上 包含像是一些聯合國單位或是一些人權組織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我其實就是跟著香港人權檢查的朋友一直在走 就是跟著他們的步伐在走 他們到哪裡 大概我就會到哪裡 那所以作為一個觀察者的角色 其實我看到這一場 香港的戰中的這個公民抗辯的運動裡面的臉孔 其實跟 好吧就這樣講 如果硬要跟台灣比的話 其實真的都是年輕人 你就看到很多香港的年輕人真的是走出來 然後 香港的年輕人走出來以後 然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戰中是922開始霸課 那所以 這個戰中的人跟霸課人 勢必有很大的重點性 可是呢 後來我去問了一些 在香港教書的朋友 在中文大學教書的人 他們說 其實啊 他是跟我講說 其實 你不要看說 這樣戰中的人 年輕人很多 那其實 留在學校的也很多 也就是說其實 還是有很多人 他選擇沒有走出去這樣子 那不過其實 大部分 但是他也有講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說 走出去的其實是 是以香港的學生居多 在大學裡面呢 其實他們大學是 學校裡 現在有非常多的 中國的留學生 還有 國際的學生 那 所以其實 基本留在學校裡面 是以中國的學生為主 那 當然 會有這樣 他們可能會有 他們 中國的學生會有 他們自己的寒生在那邊 所以其實 在學校 待在學校的老師 他們其實就是自霸性的 其實都 有 有通過霸交的活動 但是霸交之前呢 他們就會先跟 還是會先 到課堂上 來上課 為什麼 因為不是全部的學生都 罷課 所以他還是會到課堂上去講 但是他們就選擇 來 告訴學生說 那為什麼 香港 學生要罷課 為什麼 香港要贊重這些 他們用這種方式 來取代說 原本平常的課堂 那是大概 有一些 訪問 就是 了解到的這些訊息 這樣子 再來 我想要談 有關於說 除了 在參與者的臉孔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可能會跟今天的主題 稍微有點 有很大的關係 我遇到兩個香港的朋友 跟我講說 一個是問說 呃 你覺得 如果 如果 中華 香港回歸 回歸到中華民國 你覺得好不好 中華民國 然後 第二個 還有一個 我有拍到一個照片 剛才有在問一個問題 他說 就是 拜託 中華民國 打敗 中國共產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台灣人 剛好在看到這些 口號表演 或看到這樣的 朋友 他在提問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心裡就是 當然從我們 我們的 這個生長的背景 或文化 然後教育裡面 我會覺得 對我來講是非常大的 一個突兀的感覺 就是說 就是說 你怎麼會叫一個流亡症 然後 也要 回歸到一個流亡症 不過就是說 這對我來講 是很大的衝突 就是說 怎麼會有這種 很特別的想法 而且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是年輕的香港朋友 不是那種 所謂老的 老一輩的年輕朋友 所以其實我是很好奇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在香港 年輕朋友身上 他們對於中華民國的想像 到底又是什麼 當然 也許這個對於香港的人 我不知道是 應該是少數啦 可是確實就是有人 也是純的對於中華民國 某種程度的想像 對我來講 它是一種幻想 可是我覺得 這個剛好 是一個很重要的幻想 也許說 我近代會 那個 吳瑞恩老師也許 也可以有一點回應 為什麼會 香港的朋友 也會有這種想法 因為我實在是覺得 我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誤我這種問題 那 其實也 從他們 因為我覺得說 香港 跟台灣同樣 過去長期都是 就是處於被殖民的狀況 那可是 呃 在香港 相對來講 我覺得香港的法制觀念 還是比台灣要來得強很多 就是說 至少說 他建立的 呃 對我來講 因為我比較會去觀察 司法的那一塊部分 我覺得 他司法的信任度 比台灣強非常多 就是說 你如果一樣 問台灣人 跟問香港人 你信不信任 呃 你的法官 或你的司法系統 的時候 我相信台灣的答案 一定低非常多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反映出說 呃 香港人對於他們 呃 所謂法律這件事情 他們有自己的堅持 可是 他們的堅持 到現在 竟然會 會透過公民不服從 就是他們講公民抗命這種行動 譬如說你要去做違法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針對香港人來講 其實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可能 我們在台灣 相對來講 我們覺得 呃 可能我們去做 所謂做一個報名的時候 我們好像 那個門檻沒有那麼高 好像很容易輕易做到 那 可是我覺得 對香港朋友來講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說 他們是 踏出很不容易的一步 所以說 要做公民抗命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一步 那我覺得 他們做出了這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又看到了 現場看到的人這麼多 然後包含像是 應該是10月1號當天凌晨的時候 雨下的非常大 可是 大家都死守在那一塊現場 就不願意撤退 那個 那個東西就會 讓我感到非常的 呃 相對來我真的是覺得很震撼 就是說 呃 一定是他們感受到 有多 多強烈的危機感 才會這樣 因為 其實做一個 香港人是一個非常手把的一個 呃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非常手把的那種 市民的觀念 可是 他會採取這樣 歐明不服從的行動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定是有 多強烈的危機感 還會致使他說 做出這些的行動 那 呃 最後我想要回到就是說 我們從台灣的社會 到底應該怎麼來看 那我自己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呃 剛剛講 我不喜歡做 把香港的 呃 這些 學生的 戰狀運動 跟台灣學員做比較 另外我另外也覺得說 就是說 我自己心裡有一個問題 一直還在 呃 自己自己在 在想辦法去理清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社會 其實我們看到說 呃 路路續續一直在支持 呃 香港的這個運動 那可是我們 台灣支持他們 到底是出了 出於哪一種理由啊 是出於所謂的 呃 民主主義的理由呢 喔 今日 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還是說 呃 因為 呃 我們稱香港的民主 是因為我們 呃 覺得說可能 就是在 所謂採取 台灣獨立的運動上 會對我們有 更大的幫助呢 還是說 其實 有一些台灣人支持的原因 是 真的是基於所謂的 普世價值的原因 就是人權的 或民主的這樣 這個問題 其實我到現在 還是沒有答案 就是說 我一直在好奇說 台灣人到底是持了 什麼樣的態度 在呃 支持香港 等朋友這件事情 所以 呃 也許大家待會兒可以有一些 呃 自己有一些回應 或答案這樣子 那我現在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我們現在總理 然後從空間 以及參與的 然後 以及 最後談到 關於 整個那個 香港的 維基感的問題 那這個維基感 當然也 扣緊到我們 等一下 個人要跟我們分享 歡迎香港民主主義 誕生 那時間 我就直接就交給 瑞 40分鐘 哈哈 哈哈 大家好 因為 此時此刻的話 心情很珍重 呃 呃 我這幾天都受到 有相關的 已經沒有很難信 因為每一天都面臨 什麼清場 又要 對那裡搖臉 然後大家知道 目前這種 愛體面最堅定 一直的是 巴克的 跟 呃 在旺角的是 山羽人 然後對他們來講 因為每天要連累到 我們 國家暴力 所以會收到一個信 會說 然後 平台裡面的 昨晚 大家會被招呼 我很有感的 那類似這樣聽到 所以我自己感觸非常深 只能是 遇到一個社會 在面對自己 未來 因應的時候 可以讓你去 二十幾歲年級 我就撐了 然後 香港最結束的 大部分 都是在 stand by Bystander 都是在旺盤 他們也 他們的理由 所以我只是說 我此刻的心情是很窮 原本 解釋是很快 我當然不打算講 跟其他講 都不想講 因為情緒很快 但是其他已經宣傳 那我就想說 好吧 那既然如此 就把我今天這個活動本身 當成是一個聲援 我們除了在那邊喊 或者除了去 香港的辦事處 抗議之外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也許我們對香港的問題 做更深的理解 本身就是一個聲援 理解很重要 你要是 剛剛碰到 台灣人基於什麼人 去支持他 也許在 在決定自己為什麼支持自己 也許多理解一點 那我跟各位提供 關於這一次的出現當中 的一個面向 它不是全部 但它是一個很突出的 有趣的 而且非常 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就是所謂 香港民主主義 那大家覺得說 從來沒有聽過什麼 Hong Kong National 或什麼 都說什麼 我跟各位說一個背景 為什麼今天會由我來講 並不是什麼香港研究者 但我是一個 上次在研究民主主義理論 以及各國民族運動的一個 我是政治學家 我習慣用比較政治的觀點 去看世界各國的 所以對我來講 蘇格蘭 加特羅尼亞 或者是比如說 最近的那個 沖繩的運動 或者是那個 比如說 東突爾西斯坦 西藏突破 一點都不奇怪 對我來講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為在政治學上 早就有非常多的研究 關於這方面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 但是比較特別是說 我一直沒有想到說 我知道這幾年香港 開始有一些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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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但是我沒有想到 可以發展得這麼快 那我跟各位講一個背景 因為我寫了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 就是討論香港民主義 可能它是全世界第一篇 直接分析香港民主義的文章 那 為什麼會這樣寫一篇文章 因為我是香港的研究者 起因在於 今年二月的時候 要照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的校看 學生會的標誌 叫做學院 undergram 他們是一年隔一 所以他們的編委會是一年七任 就是選舉的 2013的那一屆編委會 他們延期 出發在今年二月初的一個專輯 叫做《香港民族立民之決》 那個時候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然後有網路版 各位可以直接上網路版去看 也可以download 我當時看得非常的驚訝 就我不曉得香港本土 香港本土主義的政治化 事故這麼快 已經到這個地步 那當然是一方面很好奇 所以透過一些關係 去找到一些 去弄得一本來看 然後一直在思考 在觀察 結果沒有想到 才過兩個月 就是等到我們那個 戰鬥出關 我們的那個318出關之後 我就接到了 這一批同學 沒有會的同學的來信 他們說 吳老師 他們想 進一步擴大這個論述 想要逼一本書 然後希望看看能不能 請我幫他們寫一篇 討論《香港民族論》 我一開始是拒絕了 我說我並不懂 我對香港人的理解有效 他說 同學的反應很有趣 他說 他說 不懂更好 香港人太近了 香港人在自己的圈 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對自己的距離太近了 所以他看不清他自己 他說請我從遠處看一看好不好 後來我考慮一下 剛剛我手上最近有收集一些 香港的歷史和政治文化的書 所以我就大膽說 好 就試著去寫寫看 後來等到 我們在那個 出版過程的工作 做一個階段之後 我在六頁後 給他寫了這篇文章 那 比我預想中的 他原來原本要我寫了兩千字 我寫了將近一萬字 然後 然後 然後加了很多註解 然後變得非常悲憎悲 但其實這也是我刻意的用語 因為我不想要從什麼太徒的立場 去建立的信息 我也要搞清楚 我不是因為他 因為從台獨立場建立的信息 看到香港 想要從中國分離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希望理解他 香港人不管做什麼決定 我們都支持 但是我希望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出來 所以我就去畫了一點 直接去研究去瞭解 然後去看 特別是那個香港大學 這幾年做的那個 民調中心做的那個民調 非常驚人的民調 他們香港人認同 現在看比他們更徹底了 所以說 後來我就做了一個 我做的比較政治 還有歷史社會學的角度 對這個現象 我就提出了一個感情 寫了一篇 我不敢說是很糾嚴 但我盡可能 是不要太 不是站在一個台灣自己 自我的一場 就寫一篇這個東西 結果我就寄給他們 結果後來那個 學院的同學跟我說 老師這個太可惜了 這樣的文章的話 他們原本的想法是說 就編一本特刊 然後趁戰爭的時候去發 因為那個時候 到底什麼作戰爭 都不曉得了 然後我寫個文章說 剛好他們是在做那個 線上公平投票的時候 所以那個中國派克一直在 裡面整他們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好像決定 然後他們說 既然是這個樣的話 我們乾脆好好弄一本書 於是就把它變成一本書 正式的書 弄到ISDN的那個號碼 然後呢 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名義 正式出版 經過一個內部的編輯 跟那個 跟那個 正式的一個決策的程序 過程之後 在9月初的時候出版 《香港民主論》 那這裡面除了他們原來 那個港大的 這個特刊裡面的四篇之外 然後又加上我這一篇 然後還有 還有John Chappins的一個 很高峰教授的一篇 然後還有一個 香港的一位 很年輕 但很優秀的一個 歷史家 叫徐神明先生的一篇 然後另外還有一位 香港的腦面 一位本土派的一個 平靈家 電影聲 再加上 應該還有一位 現在女具在 國外的一個 中國裔 內地裔的一個 俗平 合在一起的一篇 一本書 然後變成這樣一個結果 那 所以這是背後的一個 前因後果 所以我 某個意義上是被動 被解決 但後來我發現 也沒有完全被動 只是去看 這批年輕人 他們說的影響 是想像過我們 那個影響很小 然後又有一些 Anyway 那我這邊都會說 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剛好在這個時間 又是站住 又是很激動的 一個相當歷史的 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團員 所以 突然這個文章 後來 出來 特別是我們是在 他的書 這個是出來以前 八月中 現在我們台灣的一個 blog 叫做 蔡市場政治學 上面先登出來 登出來之後 就開始在香港 支持圈有一些 circulation 大家在討論 然後有兩波 第一波大概 第一波大概 然後等到了 最近的這個戰鬥 又有一波 給閱率這樣 所以 非常兩波 很明顯的 可以看到這裡面 所以某個意義上 是在一個非常不預期 跟意外的情況下 我這樣一個外行的 不是真的 不是什麼香港研究者 也不是中國研究者的人 竟然這樣捲入了 捲入了香港的一個 香港命運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歷史史 用一種很奇妙的方式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 先把這個背景說明 我要說明的時候 我當然有我的立場 有立場是透明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誤解 不要問解說 我今天在那邊 我吹向民主 我希望它存在 不是這個意思 我從來沒有預料到 它會不會出現 我甚至不知道 它會真的出現 因為香港已經在中國的支配下 那麼巨大的政治壓力底下 你再強烈的本土於是 你有種你就喊 香港民主嗎 我很意外 台灣民主論 要說王玉德史明 是在海外流亡談出來的 所以我就在想 就非常的好奇 那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大家了解說 這裡面在談民主主義 不代表好 我是用民主主義整個立場 去希望他們怎麼樣 不是這個樣子 我不可能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批年輕人 才是太勇敢了 我說實話 真的不曉得 我們下一個秘密是怎樣 所以我希望把這個背景 做得很清楚 讓大家了解說 我今天談這個問題 不是在內建那些心情 不是因為他們對我們 台北有力 不是在搞什麼嗎 中國周邊 肉小民族 同盟 有沒有這個同盟的出現 是香港人去決定的 我們台灣自己 要把自己搞好 香港人要面對他們自己的命運 他們有困難的處境 如果大家沒有這個意願 我們可以一起來回座 不是在那邊搞一些 所以今天各位說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如果各位 有機會看到我這篇文章 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刻意使用 一個非常學術的形式 OK 所以這是第一遍 所以這不是我的 wishful thinking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說 好 那為什麼我寫得出來 那當然是因為 那個現象是存在的 廢話 他以為說我可以 創造一個香港民族 我可以捏造 港大的那些民意 會認同的調查 所以這沒有很大 我就發現這個 過程中發現說 不管是香港也好 據說在香港現在很多的變化 張鐵志前天回來 跟我一起在我們在地下 在公共廁所那邊 我們做了一個討論 他說 對著你這篇文章 把香港人放在信裡面想說 說得出來的話 說得出來 現在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 從此以後 他們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他們自己 說不定是這樣的規定 也就是說 理論有時候 英文有一個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因為這個概念 自我實現的預言 但是在那之前 你不是空洞 我不是亂寫 我就跟各位說明 為什麼它是存在的 首先第一個 這個現象的存在 第二個 我針對這個科班現象 進行分析 是不是去理解 它出現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呢 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評估一下 說那它目前的發展狀況 是怎麼樣 那我先不做道德評這樣 它是一個現象 一個事實存在 但很多人說 我聽那個鐵製告的時候 香港有一些學者 都說 啊那個瑞人 他這個是一個 wishful thinking 他自己這樣 希望香港的冤嘴 於是 於是他故意寫遍冤嘴 於是創造冤嘴 那你把我當成上帝了 是不是 我們台灣 根據我所知 只有傳承聽聲 跟戰承並沒有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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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學習福斯 我是一個被神詛咒的人 對啊 所以我基本上是在 我是在地獄裡面 那邊滾動的人 變成為 我是看到一個 困難的現象 好 所以說 不是我的 wishful thinking 是香港人自己 創造出來的 而且是你們的下一代 來跟我講 告訴我他們這麼想 然後希望我幫他們分析 為什麼他們這東西 還出來 是在這麼微妙的狀況下出現 你知道這樣複雜 非常折射 然後我對他們的體制 很可能又會影響到 他們更多人被自己理解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現在變成這樣 一個非常微妙 我從不告訴你 沒有任何要從此接入的 在之前呢 我想台灣去香港 最危險的原因 應該是我們建議 我猜想 我猜想應該是他 我現在接下來 我不曉 我問你要去 我要不要出去玩 好 所以我 時間沒有很多 如果各位有機會 各位 在台灣目前 我們還不知道 香港民主委 但是我們看到 能不能找到人來代銷 但是柯克林如果有 上了一個部落格 財市場 中國學部落格 會看到這個文化 那你就會知道說 我是怎麼看的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說 第一個 那個現象 為什麼是存在的 民主主義 這個東西 是民主主義 一般對他的理解 在三個 對這個名詞使用 大概有三種 主要的 不同的使用方法 第一種使用方法 是把民主主義 當成一種 populousness 就是群眾的一種情感 情緒 好 比方說 我覺得我是什麼人 我覺得我是什麼人 我覺得我要不要這個做一個 這個我要不要獨立 等等這一類 就是那種主觀的感受和情緒 他如果有擴散到相當的群眾基礎 有時候我們會觀察到 那有些 有些理論家 會做的會認為 這就是一種民主主義的定義 那這個定義裡面 最有名的定義就是 Anderson 各位想像共同理這本書 你只繼續讀一讀 他常常民主主義 不是民主主義運動 也不是民主主義意識形態 他是一個覺得 民主意識形態很不重要的人 但他對於 他認為民主主義 是一種人類學士的現象 跟聽切片一樣 跟宗族那種感覺一樣 所以他是一種主觀的 就是人的心裡面的一些感受 一種情緒 OK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我亂講 作為一個popular sentiment 的nationalism 最典型的代表 Anderson 他的想像共同理 然後你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 這個各位去看一下那些 你去看那些香港大學 現在最新的玩具家不得 反正呢 現在就我的了解到2013年上半年 大概這幾年來啦 平均相信自己exclusively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都是超過四成的 但是如果是那個年輕人 20歲到30歲之間的話 都是將近六成的 那如果再加上所謂的廣義香港人 也就是說我是香港人 加上我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 但是香港人在中國人是淺的 把這兩個類型加起來的時候 拜託超過八十八成 那個年輕人超過八成 然後全香港人超過六成 那這個現象是怎麼一個的事啊 然後你要再講 具體來講說 在中共的壓力底下 如果你要知道 如果中共允許的話 你要獨立 你選擇獨立的人 在年輕人當中超過四成到五成 中共不允許 你要不要獨立 也超過兩三成 這是不得了的 各位 各位這個兩三成不得了 香港有七百萬人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各位我不敢說 把這個民調跟現在的戰鬥 直接傳送回去 我不敢 我曾說 作為一個popular sentiment 毫無疑問它是存在的 OK 這是第一個層次 那第二個層次是什麼 第二個層次是說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就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也就是說 我主張香港是一個 不管你叫它 Nation 還是People 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不同的 我們有共同的命運 基於某一些共同的特性 而形成的一個自主的Souvering 我覺得我這個共同體 香港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有權力決定 我們自己命運 這種想法的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 可以有很多種講法 比方說我會提到 像陳雲也是一種講法 比方說那個 我跟各位講的 我會把這些香港學院 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 也是一種立場 直接在民主自決的 這樣子 然後也有很多 另外一種是 比較庶民 或是庶服的民族主義 你可能要知道 香港網路上有 熱血時報 還有香港優先這些團體 你可以看一下 它那個東西是 非常強烈的 香港民族主義 毫無疑問的 不管怎麼講 但它不一定那麼 沒有那麼理論 但是它是很明確的 香港的 香港意識 香港主義意識 香港優先香港主義 好 所以說我是說 作為這樣一個意識形態 它是存在的 那所以當然最 我個人發現是 最 系統化的論述 其實大概就是 陳雲的懲當論 跟香港大學的這批 香港民族論 後來慢慢又發現 我寫完路 才又進一步發現說 他們香港民族論裡面 很多觀點 特別是萬一相當史的理解 是受到徐承恩先生的 那個 香港民族史的一個 一個引發 那徐承恩先生 談香港民族史 又是借用我的 一些對於 民族主義的一個解釋 所以非常有趣的 一個 一個循環的關係 那 所以說 這兩派 各有不同的立場 陳鋒跟華 等下加華要談一下 我聽 對嗎 那我只能說 陳鋒是一個很特殊 很奇怪的 我其實 兩個一起 先看到香港陳鋒跟 覺得非常偉 不是唯一 就很精采 講他的論證實在太精采了 那個 隨便插在嘴 我們陳鋒先生 對我有很矛盾的看法 他突然說 我第一次的時候 覺得我很肯定他 我對他的論述 有很公平的評價 對他很高興 後來還有幾個 沒有 還有什麼 然後後來 後來在那個 好像他仔細在讀一讀之後 他發言說 他比較同情 那個 港大的一批年輕人 於是他就覺得說 這個人 可能是 是美帝的那個 斯大利 對 以後我要注意到我的行文 不要引用太多西洋的理論 也會被那個誤解 因為 大家知道 不過我必須說明 陳鋒先生的香港 香港城邦論 這個非常特別的一種論述 那個 秦鋒剛剛私下跟我說 他想問說 那 像這種這種論 城邦論 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說城邦 那邦不是國嗎 而是他說又不要 又不要獨立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另外一點 我先監告著講 香港民族論 或者是命運自決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這個東西大家很容易理解 這是最古典的民族主義的方式 首先 你必須 define yourself as a nation 你把自己界定為 我是一個 nation 然後as a nation 我有一個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所以我首先我界定 我是一個民族 其次 作為一個民族 引用民族自決權的概念 民族自決權是一種人權 也就是剛剛在裡面 你中用的一種人權 因此我們具有民族自決權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 自覺未來的命運 所以這個 其實港大這一批人的論述 反而是比較 straightforward 但是他們的特點是 他們突破了下方民族的概念 民族還有自決 正在語言上 在修辭上 生得像是潘朵拉的盒子一樣 你打開之後 突然之間 到底什麼是香港人 就有無窮可能的想像 到底什麼是香港人 主人都說香港 好像香港 香港 something strange something unique 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去 define 但是這批年輕人 非常擔刀吃路說 OK 香港人就是一個 nation OK 這是一個 你知道嗎 這是一種自我界定 想像共同一個很大的特性 就是自己對自己的理解 他們選擇用nation來理解自己 好 這是這種方法 好 那陳明堅 這是一個迂迴曲折 他的世代思想應該差兩代 陳明應該大概六十有了吧 陳明堅聲的那個承邦論的意思 我分兩部分講 承邦論的歸承邦的香港 他主張香港自治 可是他的自治基本上 具體的政治制度面 制度的設計 他主張的應該是邦典 他主張邦典 他主張是讓台灣應該獨立 然後什麼 後來中港台澳 形成一個大邦典 那邦典的意思是 主權國家的結論 只有在幾首部分的議題上面 進行沒有共同的分享 那樣的 所以呢 所以OK 那 所以他具體來他沒有講 直接講獨立 那他的成邦 但是香港人的 他所謂的自治的意思 其實就是一種 像邦典極度高度的自治 準奴隸 準奴隸 再我來看是準奴隸 好 那準奴隸 香港人 香港城邦獨立的根據是什麼 他沒有用一個字 民族主義的概念 他也沒有用民族自覺權的概念 所以有趣的時候他用的是什麼 他把香港作為一個城市 連結到古希臘的城邦 大家知道古希臘城邦是自治的字 實際上古希臘城邦是獨立的 他把它 他創造了一個系統 古希臘的城邦 城市國家 然後呢 中世紀在歐洲有一種的自由城 大家知道 德國的什麼布萊維 暗殺同盟 那些東西是在民族國家形成以前 在封建時代 擁有自治權 沒有被納進大的 跟民族國家裡面的 一種自治體 民族國家正式形成前的一種自治體 他是一種小型的City State 簡單講 他把這個古希臘的城邦 連到歐洲中世紀的 漢薩同盟的那種自治城邦 一直到連到什麼呢 連到呢 他說當代在那個二世紀以後 在亞洲的那個什麼 新加坡邊香港 就稱為殖民城邦 於是把他連帶稱為說 根據這個系統 我們是屬於古典希臘到自治史 到那個 到那個自由城這樣的一個系統 因此 隱聚自由城邦的自治傳統 我們具有自治權 所以他是根據歷史 他以城邦的歷史自治的特性 來主張香港 因為屬於這一種城邦 於是他有自治權 所以他沒有講一個字 香港民族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 那這個欺負我們再說 他這個政治非常非常 所以我後來分析 我稱它為叫 Civic Reproduction 就是說 公民共和主義 比方說 大家知道 中世紀除了歐洲自由城邦 另外在意大利半島 威尼斯 佛羅倫斯 都是一種城邦 都是自治獨立的城邦 所以說 他把這東西連帶 其實認為香港就是屬於那個系統 好 OK 但是他另外一個東西 非常奇怪 也不是奇怪 非常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他在政治上 希望香港能夠自治 但是很大的原因 第一是他覺得文化上 他無法接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階段的文化 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體現的文化 是徹底的背叛的中華文化 真正的中華文化 已經完全 所以現在中國體現出來的那種文化 是最墮落最黑暗的叢林的邪惡的東西 他完全背棄了傳統華夏文化的一個基本的 那種的笨手 活摧這樣 所以呢 他在文化上展現強烈的 Cultural China的概念 文化中國的概念 但是因為現在的政治中國太強烈 可是政治中國的文化太爛 太腐敗 所以你為了一定要背叛 香港人無論如何一定要背對中國 絕對不要理他們 因為這個文化太可怕污染 會怕香港怎麼撤你污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這裡面的文化組裝是 香港人是純正中華文化的移民 大家知道海外移民 大家知道當年七子有沒有 七子跑到海外去 保留了周圍文化這樣一個移民 所以他寫了一本叫香港移民論 在裡面他補論的這種文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Cultural Chineseness 加上政治上的半獨立或存獨立 合在一起一個很奇妙的論證這樣 那這東西當然也引發很多討論 我現在並不是在支持或反對 我是在不安藏跟理解 在我來看 其實他這東西其實就是 搞到邦尼從北京的角度看 你們哪一個不是獨派呢 他們連選的特首 連真普選都是分離主義的 你講到這裡 所以老實講 我認為陳雲的策略是完全失敗的 陳雲不講獨立的策略 我記得是完全失敗 因為從北京角度看都一樣的 OK好 所以這兩拍大概是這樣 然後事實上還有 我剛剛提到過像徐神恩先生 他其實我可以預測 他可能會成為相當的王玉德 我說他的那個文筆 我認為他只有 他不到40歲 但是我認為他的潛力很長 那他把 他在這個陳雲救世裡面 把十二本那個非常 在學院受到肯定的經 的那個學術的相當史的課 從大概從宋代以來的 這個像不同艱難的歷史 他做得非常白話的過程 同時用他自己的原作 其實在論述裡面 他在寫的過程 從大概宋代一直講到當代 一直講到民主回歸論的失敗 其實會有很多的心情 這整個過程 整個看完之後 這完全是一個有一個 然後這裡面 他非常有意識的引用 成功能力 去提倡說 不是從族群的種族 而是從心理的認同上面 去建定他們自己 那我之前漏講的他 現在覺得非常的沒有 如果能夠修改 我會再補上 為什麼這樣是重要的 因為民主主義的興起 從他的論述 最重要的 最初的論述 並不是理論 而是歷史 為什麼王玉德跟李志明 要用寫歷史 來宣告台灣民主主義的難受 為什麼 廖文藝的哥哥叫廖文奎 他當年在228之後 他們在香港再解放運動 要向聯合國警院的時候 他的警院就叫Fomosa Speaks 他的第一段是台灣的歷史 他先把台灣人作為一個民族 這個歷史庫存出來 歷史敘事是建構民族的 第一個條件 所以我必須在這裡自我補充說明說 如果再加上這個 所以在我來看他們的 如果說香港民族主義 成頓出角度來講 你說你有成方論這種 你也有這個 有這個民族自決論 然後你也有像那個 徐春仙這樣 歷史論說這樣 那他們當然都 除了陳寅先生是比較成熟的 他是一個很老類的論客 其他兩個都還是在很年輕的 初步發展 但是他們已經吸收了非常多 他們帶了各種不同的理論 包括台灣在內的各種經驗 所以我不覺得 對我在我來看 這幾乎是錯不了的很明顯 已經玩到這個地步來了 然後最後一個 民族主義的另外一個 第三個我們指涉的定義 第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群眾的情緒 或者是情感 第二種是什麼 意識形態 這個都有了 第三種呢 政治 政治運動 做一種政治運動的組織 如果組織性的政治運動 那這個部分是他們 生活會裡面最弱的有的 也就是說 香港民族主義是很見觀的 它有一個長期的原因 形成的原因 但是也有比較近的因素 但是它真正觸發 速使它形成是在最近這幾年內的事情 應該是在10年內的事情 從2003的SARS 到現在大概10年11年左右的事情 因此它的形成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論述情緒 一直起來 然後你說組織 是不是完全沒有組織 也不能出完全沒有組織 我們說熱血時報 它有一定的動員能力 我們說香港人優先也有 那陳英明他也有 他的這個情緒運動的那個 對 然後他們是另外 有一種新類型的一種組織 就是鄉民了 我知道他們的鄉民這部分 就是熱血時報那邊 鄉民的那個動員那邊 好 那另外 年輕這輩知識分子 他們的組織在剛開始 他們有一些分類的事 他們還在剛開始進來 所以就是這三個角度來看 他們是 在組織性的運動那部分 看起來是比較初步 還在發展當中 還沒有達到像 你知道各位看到那個蘇格蘭 蘇格蘭的那個運動 他們有一個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National Party SNP 或者是 或者是台灣人民進黨 這種都是民主主義黨 他們都是主張獨立者 民主主義黨 但是他們是透過政黨組織 在議會裡面 透過議會路線去爭取 或者體制的路線 去爭取國家獨立或者是 那這種民意在世界上非常多 這個是很普遍 比如說 比較先進 特別是在西方先進民主國家裡面 他們把它稱為 第一世界民主主義 那方面完全不是 但是他們完全還沒有一個本土派的政黨 也沒有 他們有零星的幾個代表 比如說黃玉民 一個少數幾個的政治代表 但是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政治代表 政治代表 一個政治的那個 比方說類似民黨 比方說有沒有 也不存在 這樣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還在一個滿初期的階段在發展 那未來會發展什麼樣子 我還不曉得 那順便說一下 這也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在沖繩現在是 獨立運動已經有很成熟的論述 但是它目前的政黨還沒有出現 他們叫琉球黨 有人在呼籲還沒有出現 目前先以這個 所謂叫琉球獨立研究會 或者學會的名義出現 這都是民主語運動發展 很常見的那個pattern 這樣 那這是我對於做 比較民主主義的研究的觀察 常常看到 它有什麼那種故事屋 好 那所以我簡單的跟各位說明說 那你說它是怎麼來的 這我跟各位很難說 我就簡單這樣說好了 這樣 原因基因 原因是什麼 我們用國家跟社會角度去看 香港人今天這個想法會出來 首先我要先說明 不是每個香港人都這樣想 但是我相信有相關一部分香港人 在想這種事情 OK 那這個事情當然在政治上 還沒有完全被整理的 會組織出來 但是為什麼今天香港人 會出現這麼強烈的本土意識 而且現在剛才香港人的 本土意識變得不是政治化 香港民主主義 簡單講是政治化的本土主義 所以說 就是 被政治化的本土主義 它會採用很多不同的類型 其中最強烈的一種類型 是民主主義 那它出現了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麼強大的 一個政治化的本土主義 一個輪出來 它有相當的社會基礎 一個就是說香港人 作為一個共同體 事實上是出現了 是形成的 香港共同體的心 可能不是一天兩天 它有它的共同歷史地域 那你要從社會整合去看 那這個東西很複雜 我並不是香港史專家 而且香港的那個社會的整合 就像我們用台灣做比喻 大家可以了解 香港來台灣都是移民社會 移民社會 第一代移民 你去訂住一個移區的地方 到你在那個地方訂住 土著化 認同那塊土地 都需要一個時間 所以台灣的歷史上 我們用台灣的那個角度去看 從漢人不同族群來到台灣 先來後到 不同族群先來後到 所以每一個族群 跟那個本土化的 跟那個土著化的 那個過程不一樣 時間不一樣 互相真的有很多衝突和磨合 通到今年三一八 你看到的年輕世代 開始整合 這個比較明確的本土意識 台灣的例子 但香港也是一樣 需要時間 那台灣都需要好幾百年 香港都不要講 因為香港離中國很近 非常受到中國本土的政治動態的影響 又一波又一波的影響 所以他們社會 人口組成的那個 Indiginalization 就是說土著化 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過程 比較不穩定 所以他們一直比較晚近 所以一個比較穩定的香港人 就有了解 應該是70年 80年以後的事情 那它形成了 所以現在他們這一批的人 你可以從個人口學 從那個社會學的角度去觀察 為什麼他們大概是 以年輕世代的 香港的這個National Identity 就變強了 跟他們到那個世代才開始 統俗化有關 然後在更之前的那個世代 民主回歸後 這個今天就沒有時間講 等一下有機會再講好了 所以一個是社會的整合 另外一個是香港 在交給中國之前 其實英國統治香港 大家都說它不民主什麼的 沒有錯 但是很法治 所以剛剛終於提到那個法治 其實英國也很法治 對不對 黃之鋒被抓去觀察 他們要幹嘛 跑去到他們開那個 那個Habiscope Bus 人身保護令 北京知道一批人身保護令 香港 黃之鋒那個律師 用大英帝國的法律去訴求 把他們抓出來 那個人身保護令就是 英文叫Due Process of Law OK Anyway 但是英國對於香港認同行政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子 我簡單說 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 從來沒有給香港參政權 最後才給一點點 但是英國統治香港 把香港當成一個半獨立實體來統治 所以香港是一個沒有立法權的 只有行政權的Dominion Dominion就是自治領 自治領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大英帝國有很多 以白人為主 並安格魯沙克遜組成的 組成的GDP 包括你回來的 Australia 這些都加拿大 都是自治領 大英帝國在這個美國獨立之後 逐漸開始賦予這些不同 給他們自治權利 香港始終沒有被賦予自治權利 但是他們香港那個 統治香港那個總督 他有香港的行政權 以及他有相對於母國的自治權 所以他統治香港的東西想到說 事實上促成了 香港形成一個實質的 半獨立的一個準國家 簡單講 他賦予了一個準國家的 quasi state 或者quasi territorial state 準領土國家的一個制度的形式 所以這個東西本身 事實上把香港人覺得自己是一個 本港本港 這個本港裡面 不是只是一個city 而不是台北市人 本港是一個 我是香港公民的概念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簡單跟各位 因為是這個 那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 在這些剛剛跟各位描述的 你回歸中國之前的相同 事實上他已經 在社會面跟政府面 慢慢整合出一個 事實上一個有機的共同體 然後他們是香港人 事實上他在國際上的存在 幾乎是一個準國家的存在 他是一個獨立的 category存在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他有獨立的簽約權 所以香港人對自己的認知裡面 有這一面 雖然他們有參政權 他卻有國際政治 強過台灣的身份 各位 知道沒有 強過台灣的身份 台灣有實質的主權 卻沒有辦法 沒有國際地位 香港人沒有自己內部的民主權利 卻有國際地位 這不是一個矛盾之一 但是這個東西本身會影響他們的任務 我在裡面 好 那最後再講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就是九七年以後所謂一國兩制裡面的那個 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在觀察中共如何處理 過去這個九七年以來的就十七年了 香港內部的朋友可能他們是比較內行 會告訴我很多不同的階段裡面 怎樣他們會相信當年趙紫陽的誠意 或怎樣 可是我從一個政治學家來看 我一開始就無法理解什麼一國兩制 在政治學上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在一個有成溫憲法的國家 一國兩制 要嘛你是一個聯邦主義 而你是高度自主的聯邦主義 像德國日的聯邦主義 要嘛就是邦尼 也就是說至少你要有州 制定像美國制定州縣的那種權利 大家知道美國的州縣法 OK 好 要嘛是這樣 不然就是邦尼 OK這是一種類型 然後再來不成文憲法 像那個British 像UK是不成文憲法 那個時候他用什麼方式 就是英蘭跟蘇格蘭的關係 叫做Devolution 就是他賦予權利下放 所以他透過議會主權 賦予你說遵許你蘇格蘭的那個 Scottish Parliament重新開議 於是他把相當一部分的角色權 轉移到蘇格蘭的那個 自己的那個民主議會裡面 要嘛像這樣的方式 什麼叫一國兩制 我挺呀國啊 可是你只要加上50年不變 你就知道那是一個過渡階段 那最終50年之後要變成什麼樣子 一國一制嘛 中國 中華人的共和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他這個政治學長我們叫做Unitary State 單一國家 基本上權力其中在中央政權 地方的權力非常的少 所以今年六月白皮書 為我這個政治學家提供了一個 絕佳的解惑 你看人家講的都不用我講 都講得很清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單一國家 你們是個權力來自於我 香港人家做什麼夢 什麼自己選特首 你自己選特首變成什麼 我最後用這句話做結論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在我來看 目前的名詞是真的沒有很大的意義 因為他到後來要的是一樣的 香港人不管你來派 你最後只要你是支持 目前的Ukipine Move 你們要的是一樣的 不管你支持自己是用什麼 用承擔或是whatever 為什麼 因為你要民主 好不講民主 現在大家沒有人敢講民主 先講民主 民主預設什麼 民主不是嗎 然後全人類全世界的民主 全地球的民主 民主預設一個有邊界的people 是一個有邊界的people的人 自我統治叫做民主 那個有邊界的people是怎麼來的 是透過一個 特定的local的歷史過程形成的 所以香港人要的是什麼 自己選特首 自己決定自己命運 各位 命運自覺跟命運自主有個差別 從頭到頭看 要自我決定自己的命運 他們認為在香港人眼中 香港人所謂的democracy in Hong Kong的意思是說 主權在香港人的意思 民主就是自權 民主就是自責跟被統治這個合一 就是自我決定自己命運 然後民主又預設了民 那還要說什麼嗎 所以我才會說這次的民主 他們的爭取民主的運動 同時又出現了強烈的政治上的門討主義 我才會說他們的democratic moment 民主時刻跟他的national moment 在重合來做的 你根本不用在乎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建定香港人的方式 有人比較重視主權文化和意義 有人重視公民的價值 但都沒有萬一 最終他們都覺得說 最終決定自己未來的命運 那個locos那個地點 是在香港人 主權在民 那個民是在Hong Kong 是一個boundary的東西 有boundary 那個boundary是歷史行政的 顯然那個擁有主權的實力 不是北京 也不是PRC 所以他們被要的東西 我如果是一個北京大學 響國人的政治學學的 我一看這毫無疑問 不管你用什麼話講 你就是分離主義 你還跟我談判什麼 所以我真的說 我現在跟各位講這些事情 是因為我是一個政治學的 我們看起來實在是太明白了 沒有什麼好講的 可是他們人在內部的話 你要考慮戰略戰畜的問題 考慮危險 你講這樣講 你講很白的很危險 所以一開始周倫康講的很漢 對不對 民主回歸歸歸歸歸歸歸 接下來香港人這一條路 就是什麼 就是命運自決 他那時候講的 然後現在最近 他現在偷偷改成命運自主 我認為一點差別都沒有 最終是香港人 想要決定這一點 就是Hong Kong Hong Kong people's self-determination 那你說你要把它叫做民主 叫什麼 我完全不介意 他要追求民主 他要追求民主 我都沒有關係 這裡面大家可以去別的問 但是他們要追求的是 主權 那個sumbrity 是在於香港人身上 最終是由香港人自己 誰來代表我 這部分是北京無法接受的 北京認為追蹤 我要把你控制在 你要選 你可以選 你可以在有限範圍選 但是你選以前 我先幫你操犯為例 所以這裡面 涉及到兩種對於香港民主的 一個視野的一個衝擊 的一個對比 直接的對峙 一個是北京 由上而下 由中央對地方的看法 這就叫Uletary State 單一國家 香港人呢 我很相信 他們現在敢獨立的 沒有那麼多 但他們現在想像的香港民主 我相信 應該是接近聯邦或榜典 香港如果他們真的想要 可以說出來了嗎 他們想要的 是類似那樣的 或者是武藍的Devolution 那就是兩種不同視野的對抗 但是沒有人能夠講出來 我們一個外人 莫名其妙 竟然把他寫出來之後 因為事呢 真的怕把虎王的新衣 把虎王的新衣給脫掉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 面臨到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不曉得 我在倫理上有沒有犯罪 我做一個觀察者 我是覺得說 他就是出現 他情況是如此 他未來會怎麼發展 我們不曉得 目前他們有左右交 就是左右派 他其實類似本土派跟 有點像本土裡面的 基本教育跟左右逼人的 所謂進步本土這樣 互相之間的一些對立 在我來看都是非常正常 一個民主主義發展過程 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狀況 追求政治自主 自己本土自主的過程當中 對於何謂本土 誰是who are the people 該怎麼去界定他的內容 是用血統 用種族 用語言 還是用公益身份 用價值 這個本來就有無窮的爭辯 美國人到現在還在爭辯 法國人到現在還在爭辯 德國人到現在還在爭辯 全世界都在爭辯 民族任何 民族邊界 民族組成的內涵 民族的意義 這個東西是永恆的辯論 所以這些在我來看一點都不奇怪 我唯一希望的時候大家可以 我希望我們親愛的香港朋友們 各位在一個很短暫的一個歷史的 moment當中 做出了這麼樣大的一個決定 然後呢 掙扎著把你們香港認同 用家方式表達出來 我說表達記憶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但是我也希望各位在這個時候要 建議大家 這個時候不是在名詞上面 互相辨論爭吵的時候 現在是大家尋找一個comground的時候 大家都是為了香港的話 把那些修辭上的一些差異把它放下來 去認識到我們的comground是什麼 我們讓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嚴肅是什麼 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都希望香港 可以能夠自主有自己的利益嗎 在這個意義下面我希望大家慢慢去超越 我們可以再不斷地辯論 可以討論可以交換意見 那我們不要把我們內部的一個意見的沟通 跟交換當成敵我矛盾 所以那個敵人 是那個搶大的全世界第一大的 那個organized violence which they call PRC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謝謝威恩老師 因為大家應該也有危機了 正常有的東西還沒有講完 那我們先聽完佳話 因為在這個香港民主主義誕生的時候 其他好像在召喚一個國家的出現 那對於相對來說也很可能 不是那麼在乎那個國家的出現 他在乎了香港實質的自治 或者有人是把民主主義 在某些程度被污名化 不管是來自於我們對於中國民主主義 把它當成一個霸權式的民主主義 或者西方對民主主義的害怕跟恐怖 或者是他們本身在使用民主主義會產生 會發現在運動上面產生某些危機 即使他們要去爭取所謂他們真正實際上的主權 民主主義都是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那種理論高度的策略 是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那相較來說 當時找到佳華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有些人其實他是另批襲警 從瑞人的觀察 他是非常準確觀察到一個 一個國家一個肢體的概念 其實他這本名是一個民主主義的概念 可是另外一個方式是 他們從另外一個語言 談的是所謂的香港的集體認同 再給掌聲 大家好 我是張豪 但我也要先很誠實地說 我不瞭解香港 我也不瞭解根本不認識民主主義 所以香港的民主主義我完全不懂 那我如果說跟香港有一些連結或是開始 其實是那個時間序列很短很短 是從去年 去年大概第一波是職工龍 他們在香港搞工會 有別於中共政權系統 還有過去比較久的 國民黨在香港的系統之外 再拉出一個部分 還有工黨 那之後 因為我自己蠻關心剛才所謂 香港和平戰的時候 不過這個詞可能已經是過去了 現在都比較說是雨傘的運動 他們一路從去年1月16號 他們所謂的戰衆三子 他們稱我們學運三子 但他們的戰衆三子 平均年齡又比我們的年齡再高了 那我關心的其實是 從去年1月16號開始 然後我大概從6月開始到今年 陸續去了四趟 那我在觀察的其實是 他們怎麼從那個過程走到現在 那因為今天時間很短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從1967 有67暴動開始 然後到剛才老師也有提到 一些晚殖民時代 他們有一些反殖民的本土運動 然後但是他們怎麼樣 好像有冒出來 可是又不太有成功 那一直在一個狀態下 到所謂的回歸民主 然後這幾年民主夢破裂 那個脈絡我今天沒有辦法太交代 我比較能夠說多一點 不過我看到的的確是 從去年到現在 那我跑了四趟 我做延調 我大概問了四個五個政黨 然後十多個團體 那我必須要說 我知道的是 除了他們有成立所謂的政黨之外 老師剛才提到的 比如說像熱血公民 他們也是可以選舉的 他們的狀態跟我們不太一樣 你可以同時 我這樣舉例好了 我們比較清楚的 他們的泛民 相對於他們的建制派 或是Potrana的那一派 大概你看到最大的黨 就是從民主黨、公民黨 然後我們想像的工黨再抬過來 那工黨 我就簡單講 工黨在香港沒有辦法註冊一個黨 香港是沒有政黨法的 香港的工黨他們的黨員拿到 是工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證 那就是從工黨 然後從社民連 就是大家看到長毛 他之前是長頭髮 現在之前剪掉之後 最近在剛開始金鐘 然後旺角那一波 開始有些會撞凤的時候 他跪下去 他們社民連社會民主連線 再來到接工 左、右、其他其實沒有選舉 可是他也是一個未來有選舉前例的 再來就是老師剛才講的 熱血公民到任民 他們在另外一個媒體的路出是 各學時報 那我必須要說的是 這些是政黨 但是他同時有時候是社團 可是他有時候會成立政黨 也成立社團 但有時候就用這個社團去選舉 比如說接工 那我那時候大概就是訪談這些 還有一票年輕人 年輕人大概中學生就是 反國就要信洪下來的選民私潮 然後還有一個是學聯大概從港英政府時代 甚至更找到內有傳統上來的自治系統 那大概是這些人 另外很多機會 我希望以後有場合 可以很完整的跟大家分享 不過在今天的辦公室 我會盡可能的跟大家介紹 比如說大家都看到學聯對不對 但學聯本身就有一個很好玩的民主機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自治八樓 有聽過這次八樓的Kage歌手嗎 好 有人會說他是從學聯分裂出來的 為什麼他叫八樓 因為學聯在九樓 然後就有一群人覺得 學聯某個程度很像 這會轉工啊 但我沒有捏要表台灣的學生會 就是說 欸這個學生會好官僚啊 怎麼就是都是一種 在服從學校校方這樣 所以他們就有一群人拉出來了 然後做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公共議題 來居住土地議題等等 但是這群人往往會被打成左膠 或者是無政府主義者 Anyway 那我今天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 那麼多組織 那我等一下希望在簡報裡面 有機會可以多談一點 所以我今天想談的都是在這些脈絡底下 我聽到跟看到的 那我也在開始之前補充一點 如果大家對老師剛才提到的 香港POP 就是他們的民調中心 他們叫Dr.Jong 就是中肯耀這個人主持的民調計劃 他其實非常完整的 從1997年做到現在 幾乎每個月他都有做很廣泛的大規模模樣 那其中一個項目 一個panel就是在做身份認同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的大家 是把時間軸拉長 從1997可以開始看到現在 特別是從去年 他們開始做和平戰爭一系列 我們在台灣叫水利民主 他們叫商討 然後我也必須要說 帶藥品其實是很精準的 或者是說很保守或safe的在設定 他們像我們在台灣 我們會說他們在搞民間的全民公投 但是他在香港只會願意講 我們是做民間投票、全民投票 只有在學員的系統 他會說我們在搞公投 這是我希望之後有機會跟大家講 那這是補一下賴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其實我也不懂什麼情況 我根本不知道陳雲到底細節講什麼 但的確他的一些論述被拿來使用 然後在一些左右交的對抗裡面 可能會看到一些 不過我為什麼貼這句話 因為柯永生是領大的一個文化研究的老師 他是蠻多學聯一代 學聯蠻多系統是從領南出來 包括你們看到之前充立法會 擺歸了新界擺東北計畫那群人 很多其實都是領南 比如說他們的社育女神 香港的 對,Wilis 我們會叫Wilis 他們都是領南的系統 那柯永生他在有一本書 叫做殖民家國外 也是今年出版的 他裡面好多話 其實我看了都覺得好複雜 他裡面就有一句話 有一段話寫 今天當一個合格的中國人並不容易 但同樣的 你想不當一個中國人都更加困難 而他的書名叫殖民家國外 那夢醒十分是我放上去的 因為這個階段好像民主夢破了 那到底有沒有民主主義的夢 我不知道 那我想講的是 我看到這個部分 而投票之久其實是 是源起於整個 你所謂你要在戴藥廷他們 占中三子的 讓愛與和平 占領中環的脈絡也好 或者是說 到後來其實你去看 我等一下會帶到 全面這一票其實在7172 就有一個占領中環 沙達公園那一次的行動 你要在那個脈絡看也好 你甚至可以看到現在 在整個所謂雲傘律動之下 他們其實在真的 是在這個脈絡 但他們怎麼詮釋 我也想說 因為我很在乎香港的朋友 現在我是透過研究認識他們 然後我自己也在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跟剛才總理提出來的很像 我們台灣人到底是用什麼樣的 出發點去支持香港 還有一個是說我一直在思考的 我們一直會有 比如說剛才瑞老師有提到建民 他有一個所謂的第三種就模想像 如果香港跟台灣 甚至跨海峽的公民社會兩岸私地 那個合作跟可能是存在的話 我們第一步是要怎麼樣去理解那個差異 其實差異性是不小的 而那個差異其實就是透過一次次 這樣子的過程中 你會去理解對方 用你的不一樣 他有去拿捏 怎麼去說一些事情 那其實我自己很怕 我的下長朋友覺得我在抽水 我不是他們的代言人 那我可能在過程中也有放大一些 我自己看到的 可是我想要盡可能的 不要太快去上一些判斷跟結論 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提示 好 那下一張 我真的不懂民族主義 剛才聽到瑞恩老師講 我覺得他老師在提的那個民族主義 其實是比較包容 然後他的定義也是比較廣泛 可是 我這個才是正確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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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在香港看到的是 越來越多 比如說 你會在報紙上看到 你願意香港每18分鐘 花這樣子的錢 養育雙飛的兒童嗎 我不知道在場的朋友 你在台灣常常聽到雙飛的兒童 雙飛的兒童是指說他的 不好意思喔 就是在所謂的 這個跟婚姻平均的一些問題 就是在爸爸媽媽 一夫一妻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的爸爸媽媽都是來自中國 這是香港他們所謂的美女 好 那下一張 欸 下一張 不是上一張喔 你會看到越來越多這樣子的 去形容中國人 在香港搶奶粉搶兩黃粉等等 好 下一張 那甚至就是也會有一些熱血的公民 他們是反赤化反殖民驅蝗蟲 就是中國人 那那個不是指是說現在本身上是 就是我們還包括什麼 包括下一張 他們其實在熱血公民的選舉上面 就老是提到了黃玉銘或黃玉達 他們已經甚至在政治裡面 像會提到全民制憲 你看其實在台灣 要不要制憲都還是一個問題 只能會說要修憲 或者是說凍結 解凍憲法 但是他是直接喊到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 那他是這樣子 公民提名的特首的補選 這個就沒有差太多 好 那下一張 可是我最關心的是什麼 這是一群齁 我希望我今天也可以 邊介紹一些香港的團體 他們叫做社工復興褲洞 我很少 我不知道 因為我在台灣的社工界不熟悉 碰到他們我超感動 他們不會著眼於個案 他們不會思考整個大的 香港社會脈絡下的很多 比較大一點的問題 他們甚至從今年 甚至他告訴國的社工復興褲洞的朋友 他們可能都談得太晚了 他們會把社工聚集起來 就我知道那一場大概六七十個人至少 他們要一起去討論說 中港家庭跟本地家庭 奪社會資源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需要討論 因為這造成他們在面對 個案很大的壓力 當他同時身為社會工作者 跟香港人兩種的角度出發 是不是會出現不同的分析 他們應該如何去思考 關於中港家庭的權利 那為什麼我要提這個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就是 我最深刻的是 香港朋友有來台灣 在318到410之後 陸續有幾波 不管學界 很具有 年輕人 或是老一輩 老一輩的長輩 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有警察會跟我提出 他看過台灣的自由文學院 可是那是論述 你們能夠想像很實質的 當資源分配很活生生的鳥組的時候 你們真的區分的清楚 中國政權跟中國人嗎 那你們又會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那他們的確在各個界別 都需要有這樣子 都會開始有這樣子的討論喔 好 那下一張 那 這個是就是 我會從 我現在這個脈絡 我都會去談 雨傘運動 因為我這邊想講一件事情 其實我感觸很深 也是因為這個感觸很深 我希望放更慢的速度去認識香港 因為我覺得香港在談很多事情 真的都很細膩 而且層次很豐富喔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的政治體制相更壓迫 你們還記不記得318到410 我們被灌什麼名字的運動嗎 太陽花嗎 那太陽花其實反射了什麼 它這個太陽花運動的名字 其實就是因為 議場上有24小時的每天照著 然後呢 有人好心的送了一箱的太陽花 就是向日葵 然後其實當時的現場也有點混亂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小桌上 然後就照著照著這個名字就來了 那但是雨傘運動他們是怎麼來 他們是在運動中的身體經驗 然後開始去談 其實我印象最深的是927那個半夜 我看到的不是在底下的雨傘 我看到雨傘是從天橋下掉下來的 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理解 從天橋下掉下來的雨傘 那要表示什麼半夜那裡在賣雨傘 是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看到現場的狀況 所以他們帶著雨傘 然後從天橋下這樣流下 我看到的其實是天雨傘花式的雨傘 半夜大概4、5點吧 我非常的感動 然後下一張 所以其實 這是我自己在FB的天文 就是天橋下落下那個傘的一幕幕 那個凌晨4點多的街頭掌聲 然後我當時想到其實我覺得 我們差異其實很大 可是我們還來不及說清楚那個差異 我們就已經必須站在很緊密的一個狀態下 互相成為彼此 可是我們也確實面對了很多共同 那麼不真實卻真實發生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在他們那一天看到很多東西的豐富度感 是之前我們運動很難有時間這樣去想像 那後續就不講 後續只是因為一些朋友他在現場 我很擔心他的狀況 他比較像是後場支援的人 好下一招 那接下來我要跳回旋簾喔 因為我為什麼跳回旋簾 其實是因為這次趟去香港 其實我接觸最多的 還是大概18、19到30幾歲 這個可能一對有些人已經跨很多時代 或是跨很多轉型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只看到Alex或Vest 就是他們所謂學員的秘書長或秘書長 對我來講 我在這個運動看學員 我們是看到前面的四代 甚至四、五代 學員最老的那一代現在大概都是泛民的 他們叫歹樓、大老 在政黨裡面 然後第二代大概都是30多到40 他們可能已經有些是 Greenpeace很重要的 綠色和平很重要的位置喔 像剛才瑞德老師就說 香港的國際資源 邦定的建築都沒有那麼高 他們其實很多跨國的NGO在香港 大概都是學年30到40國幼的年輕人 在那個位置上 那當然也是前一波 那麼所謂更早進入到 現在議會路線那些老鬼 那麼都是當見逼了之後就稱老鬼 那一群老鬼的運動餐飲經驗 讓他們另外一代 大概是就是比較想要投入的NGO 那再過來有一段時間 真的非常長的時間是 學年就很像 我再次說不好意思 就很像台灣的學生會 那所以大概是從前面四代開始 有人很有意識的去跟香港的民間團體 也不排除跟政黨有更多的連結 好 那下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好像都看到這群人 可是這群人不管在戴耀廷要做 我可以講的件事情是 戴耀廷他在做那個戰衆 他在布點喔 不管是真正的投票站或是Information 他們叫接站獲得訊息 大概100多個點最多的點還是只有政黨 才有辦法去做那個組織 就像台灣做民間共同怎麼樣都是政黨 才有辦法拿到那麼多的票 但是民間團體第二個 他布的點最多的就是學年喔 但是我要說學年的是什麼 下一張 他們在談整個學運的歷史漫路 跟我們很不一樣 他們會從70年代60年代開始爬梳 可是我看到更精彩的是像一張 學年這幾年透過運動 這其實是學年辦公室 旁邊的人是什麼 他們在處理居住正義的居權的問題 他們的七一流行也都會在學 我要說的是學年跟我們 我不知道台灣的學生團體 或是異性社團 他們跟社團的緊密度很強 這是我看到的 然後他們在這一代的年輕人喔 如果我會去標籤出一些香港這一代年輕人 說的學年學名之外 還有青年重奪未來 還有左翼六十一的年輕人 這些名詞大家其實都可以記錄下來 因為FBI也都找得到 那另外就是一票做反東北計畫的年輕人 甚至自治八樓還有一群他們其實 你不能說他是有政府主義者 可是他們就是在香港脈絡下 我真的覺得也不是台灣被淀淀的作動 就是他們在那個Foundary邊界 是會跟你一直討論說 為什麼一定要有那個Foundary的人 但我要講的是 這些人可以一起做事情合作 其實在七一七的主持 而在這次的運動也是 下一張 這是反東北計畫 其實他們反東北計畫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衝了七次 而他們為的議題 其實就是那個新界的地方 到底要不要開發的問題 也在那一次學年幾屆 然後他們我剛才說的 不同的年輕人 開始有合作運動的經驗 所以我為什麼先講這些 因為我接觸的人 可能就是大概光譜散落在不同地方 所以他們表現出或是 其實我們在不管是很正式的在做仿調 或者是說做吃半顆酒鹹灘之中 或者是故意搓塌一下 問你到底是香港人或是中國人的時候 那個東西其實聽到的是很複雜的 好 下一張 這個場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來 因為要特別去指涉 有些人的確就是散落在不同系統裡面 好 下一張 那我這邊想講的是 學年這些年輕人 你看到六邊是西瓜 然後他這幾天其實在台灣很多場合都有演講 他其實關心的一開始不一定是選制的問題 他是很有意識的去參與土地運動 像剛才老師講的威尼斯 我們共同提到的 他也很積極的去參與盛林聯盟運動 但是在他想像的一開始並不是普選 而街坊也是有些年輕人 他們其實叫他們服務的對象 或是他們的機構 其實是在他們的很老舊的公屋裡面 那可能是一樓或是B碗 他們越常在做的業務 其實也不是這些選舉制度 他們在做其實就是婦女 社區婦女的服務 然後勞工朋友的職業訓練等等 可是他們在要處理政治制度的時候 會站出來 正改的時候 不管是找一波處理立法會 他們的立法會議員的選舉 或是這一波針對 因為在中三子喊出特首這一波的 正改運動的時候 他們會跳出來 那左翼、右翼平常在幹嘛 他們在處理分配正義 稅改 他們以離家成為一個指標 然後去談整個香港稅的問題 分配正義的問題 好那下一頁 所以其實我為什麼貼 我不覺得他代表所有香港 現在主要的年輕人 我也同意或是也承認 老師在POP、港調、民調中心 看到那些數字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統計數字 它是封閉性的題目 每次我問 包括你從事政治運動 他們從事社會運動的 或是不管是做制度改革 民主的運動這一塊 或是做居住這一塊 你永遠問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要不是停頓很久 要不是就是講出一串話 而那個一串話裡面 他很交雜的是他學員上的問題 他對整個未來政治局勢的判斷 或是有時候是比較核心的運動人 他的運動策略想法等等 那或者是你要叫他講真的 講清楚你是香港人或中國人很難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看到 大概三個有一個或兩個有一個 即便他在重新運動 他的爸爸或媽媽 還是從他們所謂內地過來 從我們講的中國過來的 那其實他們很深的感觸是說 香港有一些在談魚族主義的人 他真的就算我的爸爸媽媽 來了香港十幾年 可是即便我也覺得 我跟香港其他人一樣 有共同的價值 有共同的想法等等 但是我就是會被攻擊 可是有趣喔 這些年輕人其實也是現在 很積極在參與這些運動的人 包括贊送到現在 看有什麼階段性的名字 那我這邊特別想要把 那我這邊特別想要把 Alice的說的話 他特地面對BCC 就前陣子啊 因為他被被打說是港獨嘛 問請人的話下一張 他之所以被打港獨 他有一個每當那首文匯報啊 什麼報XX報之類會拿來打他呢 就是說學院在二月份出版了 那你其實就是港獨Baba 他說我其實已經現任了一年 那他認為就我知道他們的確會認識 可是我知道的是不管是學聯的選舉 或是各個學生會的選舉 有時候上一屆跟下一屆不一定是熟悉的 一定會認識 甚至我知道的是 我相信港大不是 有些學校甚至上一屆跟下一屆還不合 甚至想法不一樣 所以像學聯他們這幾屆 能夠這麼的active 重新運動 我覺得都其實都不是難保下一屆就會知道 當然時事會逼著下一屆的學聯運輸長 也要積極一點 那他在講的是什麼? 他說他們學聯依然在基本法的架構裡面 去爭取政改 那他會尊重他就是跨谷 中國的憲法體系 那很明顯跟港獨占不上一邊 但是他不否認他再爭取港獨決 那但是他也提到其實 某種程度就憲法而已 我們台灣的憲法也是外來的憲法 寄存的現場 我們也沒有辦法參與他的制定落前 他就有提到說基本法一定會起草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香港人的參與 所以也沒有極多的缺陷 距離香港人能夠自主自決還有一大段距離 所以對他而言 他想要努力爭取的 的確還是基本法的修改 還有通過公投法 他最後這邊是講說 基本法是必須得到修改 他才能符合高度自主港人自治的原則 但在這個情況下 公投法是一個長遠必須爭取的一件事詞 因為沒有公投法 總是任何事情可能就是得由北京去決定 那香港又何來搞高度自治 那就我知道的是的確 有一些學齡或是年輕人 在戴藥瓶處理全民公投的時候 就是戴藥瓶所謂民間投票那一波 他們其實就有想要藉機 透過這樣子的行動 去把那個戰略意義拉得更高 那就我知道的 他們還是想要藉由公投這個動作 去談說著名字訣 但在骨子裡 是不是大家想的是一樣 我覺得這可能都可以再討論 那下一張 那我最後想講一個 7月1號、2號我感受很深的事情 這是7月1號學聯的場 就七一樓行完了之後 他們搭一個台 在家打路上 旁邊就是其中一位 宗里 那個幹的就是楊宗里 對 他拿了一個台灣獨立的情 我想要把這個台下的小故事說說 我想應該還記得 周里啊 然後就是拿了一個台灣獨立的旗子 在Standby要上台 那 在這個之前 其實中午的七一遊行 我們要從維多利亞公園 就是所謂的維遠 要開始出發之前 這個旗子也有拿著上台 那當初其實我們沒有事先 跟香港的朋友溝通 我們就拿上去了 那台下有沒有人在用香港話 比如說丟 丟 丟聽得懂嗎 或者是嗎 更難聽的話 的確是有 那晚上綠色的旗還沒有掀開 我們坐在那邊的時候 就有香港的朋友 跑過來跟我說 你們要拿上去嗎 然後你們要講什麼 你還記得嗎 那中理就看到說我知道 我是要從個人來談人的獨立 然後等等 不是要直接談台灣獨立 可是我其實細節怎麼協調 我忘記了 我知道最後的是中理拿上去 但是不講 不講 但我要說的是中理還不知道的 我們台灣人下來之後 其他香港朋友 又跑來跟我說 欸怎麼拿上去 然後他們也承認的確有壓力 的確有壓力 那但是我也有問一些其他朋友 他們說沒關係我受得住 就我拆得住那些壓力 那為什麼我最後拿這個出來 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情境擺過來 假設香港人來站台我們的運動 你可以接受他在旁邊說 我們要在一國兩制下 減支持台灣嗎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接受 因為現在學聯最新的聲明 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等等 那其實我知道有些台灣的朋友 就 就 不是很開心 好 那我不想你們怎麼想 就是這個東西又回到剛才 中理在問的是說 我們到底用什麼樣的心情態度 去撐香港朋友 那我覺得他可以再拉高一個層次 讓你相信這樣子的approach 就是跨海峽 人家有正向集團 所以他們的日本人 他們一鬥比較快速 我們一鬥其實很緩慢 要不要去占中錢還夠不夠 機票夠不夠去又住幾天 我們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相信 跨海峽的公民社會 是可以合作的話 第一個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開始到 你要去理解 我們到底參與在哪裡 然後我們在不同的層次 可以怎麼合作 坦白說我覺得 我過去沒有想得那麼清楚 好 我至少我自己 我過去沒有想得那麼清楚 那我不知道大家 那對我而言我覺得稱香港 如果我們是真心稱香港 然後也回頭思考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那是線要拉長 那有很多課要補 至少就我自己而已 我都覺得我還有很多的課要補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到底骨子裡 這些年輕人想的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方向 我知道的是 有些人會讓我知道的是 他們真的沒有想過 但是有些人是不排斥 或許有那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未來幾十年可以觀察的是 相對有實力去搞事 就是他們在做運動的 這一代年前未來十年二十年 他們是不是會 往這個光譜移動 就是很重要的觀察 那我自己看到的是 或許啊 香港的民主化有可能的話 港獨的市場就會萎縮 可是相反就 反之喔 然後 我最後知道一件事情是 其實他們在這一波之前 就有思考 要說出他們這一代 跟一些公民團體 怎麼看待他們在政治上 像是遇到危險 經濟被濃動的狀況下 他們比我們更可憐 他們的水、糧食、電 水還不一定電、糧食 其實都是被載製作 跟我們的農業已經很可憐 但是他們整個 真的有點像趴在地上 那他們面對這樣的環境 還有在任途上的複雜糾葛 想要談出一些什麼 我覺得他們更想要做的是 另外自己現在在哪裡 我自己看到的是更多是想要定位 自己現在在哪個世界 那我覺得也不排除他會來的 我們台語台灣話會說 金燒狗、老三、老婆 那我照年代 就是他們的後三部 可能有長遠一點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是 他們現在真的會更想到 到底我們走到現在在哪裡 然後我們到底面對怎麼樣的狀況 想要把那個脈絡講得更清楚 這是我看到的 然後下一張 最後一個結尾 我覺得他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會看到他們的抗爭 他們會說希望在於 人靈改變什麼的抗爭 可是其實這一切 他們拉回去的 他們其實一開始就是在做政改 政治制度改革 然後特首 但是你說他們從這個運動 我真的覺得很精彩 他們從一件投票的事情 打出要註明自覺的高度 甚至或許我還是覺得他們有 要走民族主義等等的路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精彩的是 很努力的從一個投票制度 後面打到現在的局面 好 那這是很抱歉 我收在這個地方 我比較像是說 盡可能幫我看到 然後透過20分鐘 然後 他們到底在我知道的 他們在說什麼想什麼 但是我也不太能夠再多講什麼 如果說一定要就他們的 認同這件事情來講 但是我其實是希望有機會 跟大家說的是 他們怎麼 戰衷這一路 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如果你知道年輕人一路 怎麼動員 然後怎麼談一個議題 我覺得那才是 我們不要說學習 也才能去看到說他們一路走的哪些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這個 老師說Alice Next他們 他們連他們被放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認為的事件變了 他們真的沒想到 這一波會走到現在 他們甚至想像是 一兩天就被敲掉 敲掉一次說 搶被敲掉 那既然他們都無法想像 我想我也更難說更多 大概是這樣 先講到這邊 我們可以加劃四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現在要慢慢幫我們鋪陳 這個過程 然後 相信這樣 基本上 大家可以 自己有些看法 但是我們還是很會疑問 其實 在中間我們會交鋒嗎 有時候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 講住民自覺它會等於是獨立 對不對 剛剛提到的 住民自覺跟獨立之間的差距在哪裏 在某個方面 又會把住民自覺等於是獨立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 在這個方面 還有一個是 我覺得可以討論的問題是 剛剛在講民主主義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種 明天加華也點出一個 因為比較從學員上面 來定義民主主義 比如說我的爸爸媽媽是誰 所以有人是住在內地 可是我們現在也知道 民主主義的定義 其實非常非常快 大概 任老師等一下也可以跟我們 稍微解釋這樣 那在他們解釋之前呢 我們先開放三個問題 好不好 來 一 二 三 好 那我們先從紅色衣服開始 好 你可以在這 一分鐘就好了 好不好 做comment 用時間關係 comment會提出你的問題 我要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非常的短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問吳瑞本老師 他的那個民調是用什麼方式產生出來的 這個問題比較長一點 就是他 前面有一個 我最近看到一個故事 就是整個就是 我在公車上看到一個中國人 被台灣人同在對話 然後呢 台灣人就講說 天啊我以前小時候參加 那個中國的一個主場比賽 然後結果我得名的 他竟然在我疾管寫書中 我真的是差點把它撕掉的 然後那個中國人就回答說 沒這個必要吧 然後結果那個 台灣人就剛剛講說 你知道嗎 你認為你是中國人 就跟我認為我是台灣人 是一樣的強烈 然後結果中國 那個 中國人就回答說 我知道我尊重你的意見 我絕對尊重你 但是 我也覺得你們一定要尊重我們 因為 為什麼民主就一定是普世價值 為什麼中國人一定要跟著你們走呢 然後 所以 我聽到這個之後 我心裡就大概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民主到底是不是普世價值 然後台灣跟美國現在是民主嗎 我們算是一種民主嗎 還是我們對於民主這個東西 還有更大的期望跟想像 所以 然後最後是關於 就是 回應 楊宗盧跟 余嘉華 就是他們兩個都共同的意味 我也有這個共同的意味 就是 台灣人到底以什麼樣的 心態去支持香港人 就是 我們要用 欸他們是爭取普世價值這個民主呢 還是說我們只能說他們是民主自覺 那我對這個問題 我有一點點想法 我大概是覺得 可能因為我們的敵人都是那個 中國那個 很強大的勢力 我現在是這樣子 做幾個 那我希望怎樣聽到 是不是沒有 其他的小舞團 這樣 謝謝 好 你好 你就等於是需要他們兩個都表態就好了 因為到底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對 反正應該我們 不會把人當作 手段 人應該成為目的 可是有時候 當然這個會出現的麻煩 因為剛從佳華剛剛講說 原來他們自己都很模糊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樣去幫忙他 因為通常在很多時候 你可以看到在國外再看到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台灣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時候 我怎麼幫你 因為我們島內其實有很多分歧 所以我們都沒有新增一個集體意志的時候 就很難請別人去幫忙 所以當我們現在在看這件事的時候 周永康是可以代表整個運動的本身 這也會成為一個疑問而已 或者是他能不能代表成為一個內部矛盾的一種開始 可能我們外面很急的要幫忙他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他說 我們去關心香港這件事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態 等一下請他們兩個講 再來第二個朋友在這裡 先在這裡 我另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問吳惠仁老師 第二個是 吳惠仁先生的 今天的題目是香港民族主義的當生 你剛才就是吳惠仁老師剛才的論述中 會認為說 這樣其實想要走向就是聯邦或是方面的一個政治系統 我想問的時候 對照起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一個長期發展 他為了台灣主義建國的這個目標 再方法論上的一個看法 如果說以對抗大中華民族主義來說 若改以本土主義 這本土主義不是本會主義的 本土主義跟著名自覺主義 以來引起政國政治語言上面的一個詮釋群 是不是比較可以走出民族主義的一個科究 然後回應就是楊中平先生就是說 剛才提到為什麼香港人會問說 如果回歸給中華民族主義 會不會比較好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除了說 香港人對於就是民族憲政主義 在台灣落實的情形的一個錯誤認知之外 也錯誤了就是說台灣人對於民族的一個真正認識 因為只有在民主精神跟憲政醫師真實於心的人民 才會知道說巴西抵抗權是超越憲法制上的一個基本權益 那台灣人民的一個憲政醫師跟民主精神其實高於中國人 而且落於曾經受到英國憲政法制之下 這個來源目睹的香港人很多 就是說其實台灣人的一個憲政醫師跟民主精神 因為香港有曾經受過就是英國憲政 還有憲法很多國家來源母國的英國的統治 所以說想辦法我們這些意識其實是台灣人還要高的 謝謝 謝謝 好 你這個挑戰你要終理不錯 回應一下 你聽得出來嗎 好 來 那再有我們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首先感谢美国让我们的机会去参与到这样的过程 去听到我们大家的看法和逻辑 我觉得这对我们任何人而言都是去思考去感受的过程 然后呢在我表达我两个观点之前 我想先说也就是说我希望这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然后一种希望能够尽量课端的去思考 然后也不希望能够太多解读因为只是个人 然后我的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考虑问题 会有一个随着时间去变化你的过程 那么对于大陆我觉得可能 我会倾向于去建议大家用更多时间的过程去考虑 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确实话我是在大陆也在做学生会 也就是没有过程 大家看我们偏向那个直播是不要把你遮掉 应该没有 我建议还是 不会啊这是照他们的领事 当然也太感谢 你们会这样所欲人啊 我觉得我既然选择去问选择参业的话 我也是可以去接受一定程度的 但是还是基金个人 那么我在大陆也做学生会了 然后也做到学生会 类似的会长长期 然后说实话我们学校 我可能不去说学校名字了 我们学校在大陆 应该是在八千年的时候 我们去代理学校 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有一个传统 去代理大家 去引领大家的思想 那么这一点 是一直以下来的 所以说我对这方面 大陆所谓 我们所说的一些民主之类的 我也在去观察 去思考 包括学生 群体中对这方面的意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方面 我们在慢慢去做 包括 我们通过给学生 或者说是学生在于 这种自治上的权利 包括学生去表达意见的权利 正是我们学生自己去采取 能力代表的权利 我们再慢慢放开 我也觉得 你们是支持的是 中国慢慢的放开 还是大陆那边 中国的官方 对 确实在慢慢放开 如果说大家去 去关注大陆很多 本土媒体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声音在自由的发声 然后很多观点在自由的去发表 我觉得这是一种 在渐进式的改革之前 所必须要有一种 娱乐的环境 我们在期待 我们也在期待民主 只是我们希望 有另一种方式去实现民主 然后 至于 可能大家会 包括我所了解到 或我会听到 多感受是说 关于大陆那边的 国家 党派 还有人民 我希望把它分开 然后 再者 我也希望 大家去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 更多的是 从概率的角度去看 而不是 二元论的角度去看 去看 我不希望谁去代表 谁去代表 谁 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你们的概率 但是我觉得 大家都是想要和平 想要爱 因为我可以看到 在大陆的时候 很多人 很多网民 都是去支持香港人 我们香港同胞们 去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 这样一个意愿的大多数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大多数 而且 政府也没有出失去 严格的舆论管制 大家可以表达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 渐进式的方式去实现它 我觉得这个是不毛钝的 包括 大陆这些 可能香港也有 议题是关于谎虫论的 我外外看 看过 大多数 大陆人是非常反感这些 去香港 这种双飞的 孩子 这种 大陆人的 我觉得大家的 普遍的价值观都是不变的 大家都是善当的 都是倾向于公平的 所以说我希望在 这种话题里的时候 一个是把这些东西分离开 第二个我们是要用概率 而不是二元论 不用学去代表 谁 我觉得希望大家在公平起来 会更好 然后 然后 我觉得我在台湾这段时间一个月 我学习到很多 我去参加ETCC 去参加 OILA 我去学习到很多 也看到了很多重点 很多差异 我觉得 但是我感受到更多是善意 更多是大家愿意去相互沟通 愿意去相互了解这样一个意愿 然后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很多 我觉得大家会慢慢把这些去传递开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环境 去保证大家相互的理解和落同 然后 我可能刚刚比较啰嗦 第二点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可能一些唐突吧 在大陆那边 我还参加过很多这样的论坛 或者说是沙龙 但是 我觉得 嗯 这样的沙龙 如果说是一种 debit 一种辩论的形式 这种丰富的程度 或者让大家启发思考的这种深度 会更好 也就是说 允许不同的观点去表达 可能还是很相互 然后 呃 当然我没有一个预设的前提 说这边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可能就是差场 然后比如说像 刚刚有听到 呃 吴教授很像一个论书的过程中 可能我 还剩下30秒 对 不好意思 再10秒一定有没有 可能 听到吴教授的演讲之后 我觉得 给你教授了很多这样一个 教学的思考 但是 如果说有 像 赵刚教授 或是邱教授 其他人 能够 和他一起去争吹 相对自己的一些辩论的话 我觉得对于这种 逻辑的 的理解会很深刻 好 我请去讯息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还是要很谢谢这些同学 他提供了我们很多意见 那其实 你可以知道我们讲话 讲得这么慢的原因 就是 为了不要让大家太多的压力 那你说 其实像 我认为有一个部分 是针对论坛的方式 因为有些人 其实他们告诉我说 这些心情应该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 其实我就希望说 以他意想的方式去办他的论坛 每一种 每一种形式的论坛 我们在这里也办过几次的针鋒相对的论坛 可是我们现在针鋒相对的论坛 可是我们现在针鋒相对的论坛 实际上是有时候蛮伤人的 不小心擦枪走我的时候 大二翻臉 会用很难提 很 很 台湾叫鸡巴的挖 会来伤害对方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那种方式 可以做一个缓冲的方式 才去鼠立 说我要告诉你 那另外我也告诉你一个事实是 因为很多的中国学生来这里 也回去要去办论坛 其实他没办法办 他没办法办的原因 其实上次被他管控 所以 当然你要讲 沙龙的形式 是不是公共政策的 辩论的形式 还是会不会违反官方的 因为在这里 你看到大部分都是 所谓的 暴民嘛 所以 在这里 就是被人家视为 暴民 虽然我们都伪装了 被他混合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如果说 你要讨论所谓的 一些比较符合官方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谈谈诗啊 谈什么 这种沙龙是到处都可以做的 可是实际上 我们要 可能有些东西 会跳到当权者的 一种权益的界限 那个才是 那个沙龙 会存在的原因嘛 我也希望说 你未来的理想可以搭成 那另外一个 主办单会 我怎么不找赵刚跟 吴热人的 只是写一个 简单讲的 我也可以跟你讲这个原因 因为我有想过 想过原因 我因为觉得说 因为我们要找对手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个 跟自己能力相当的 所以我才要跟他找参谈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像 像这个 以后当然 赵方可以看到了 那我只觉得说 呃 呃 呃 这个是 我会怕 委屈的 吴热人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是我跟你一样 想表达我主观的善意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有三个 三个问题 就变 呃 对瑞人来说 当然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比较简单的 两个 这到底不要用什么心态 来去面对 香港的问题 大哥用了三十秒来 这样 然后最后部分 我再叫你那个 呃 瑞人来做一个 我们差不多 预计在 九点 五十结束 好不好 然后 然后 刚刚问到这个 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支持 香港朋友的 这个运动 那 呃 我觉得 呃 台湾人的姿态就是说 呃 我们要 到底摆在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刚 因为家豪有几 放台上去 香港的那个 又穿干屁 然后又 台湾主力 很强烈 又干 然后 这个 这个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就比如说 其实在那个 那个场合里面 我是什么样的姿态 支持香港的朋友 这样 很多 很多香港人 就是在底下骂我 啊 什么说 这个 然后这个 就是台湾独立所出去之类的 那 其实我 我那时候就 有解释说 我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我相信 香港 会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那 我也相信 香港是一个可以自由讲话的地方 那 所以 香港可以容忍 我表达 我的政治的立场 我的政治理解 这个台湾独立 我讲说 是从 先从个人开始独立 你才会延伸到说 你对于独立的想法是什么 当一个人完全不独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独立思考 你没有办法做独立判断的时候 你怎么去决定说 这个 你所属的 台湾是要独立 还是 是 它的未来要怎么走 所以我是 源自于这样的一个立场去写 那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接近做 就是说 还是回到说 我们在谈人权 在谈这种所谓普世的价值的时候 我觉得说 当我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香港 我支持香港的朋友 但是我同样的 藉由我的立场的表达 然后告诉香港朋友 因为我知道 你们有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你们对于民主 对于人权这样的普世家 你们是支持 所以你们可以容忍 我 跟你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所以我的姿态 大概是这样 我一直来讲 所谓的台湾独立 也好 或是说 我如何来支持 香港的占中民动量 这个大概是我自己的立场 但总书 对我而言 两边 香港跟台湾 特别是年轻一代 我自己有 有几种感觉 是 良性的刺激 跟良性的竞争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 就是良性的刺激 其实是我们透露每一次见面 可能是我们过去 他们过来 我们参与他们的行动 他们参与我们的行动 或者是说 有更多 不管是call store闭门 或是开门的讨论 那个过程里面 彼此去 是彼此多一点 然后很难一次就是 把油门踩紧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那时候 台湾3181系列 那个公民站的行动过程 其中一个神 一开始就说 我支持港独 然后打出去之后 香港人的朋友都 就是说 他到底懂不懂 他到底知不知道 然后后来怎么操作呢 后来就有一个 稍微良解香港的人 站在他旁边 或者是帮他补一下 这个组维的脉络 那 我觉得 我在讲几件事 至少我看到年轻一代 他比较没有在怕 可是我看到的是 香港大概四十几岁搞运动的喔 他们是会怕 但不是怕自己 是怕真的每个人都会像 貌少黄之锋 他们只是抗议喔 然后被抓进去 手机会被没收的耶 然后可能可以不管你 然后帮你下去搜 他们都是怕搜出自己 如果是组织者搜出一票 这些等等问题 然后自己的付 我要说是 他们的政治风险成本很高 甚至他们担心 在一波完之后 拿一个 开始再给你打23 基本打23票 甚至也有一个 88世纪大审判 我们都不知道啊 就是很难很难去说 因为不是有些民主也都说 有些政府撑起来 就是没有限制 你真的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看到的是四十几岁 甚至年纪在大一龄的 不管他的 不管他的战略位置是在运动中 或者是他在学院里面教书 他是会害怕的 相对的大概三十几二十几十几 就比较不会 所以我的态度会比较复杂 我当然会希望说 在过程里面 一次一次彼此更多理解 然后我们彼此对政治议程的想法 可以有良性的互动和竞争 那个良性的互动和竞争 当然是朝我们想要去的方向去 可是我会有更多一些的思考是 就是我不想太push 或者是说把我很想说的话 藉由他们的议题说出来 因为要承担政治风险的是卡路 当他们这些人被跟台湖 仿在一起的时候 他面对的其实不是政治风险 还有包括他们内部矛盾 内部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运动能不能把一起走 所以我觉得那个 对我来讲至少我的位置上 谈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说得这么的露骨 或者是说我心中所有的话 都会一次说出来 那我觉得是考量他们面对的 跟我们很不一样 大开表达 好 其实没有善意 然后大家掌声一下 谢谢 所以在讲 各人在谈的之前 当然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我们刚刚提到 国家著名知觉名书 这三个应该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在这个事情上面 然后一个空间他提到说 关于我们谈到香港 比较像是联邦火邦联 那在邦法论上面走向一个 独立的问题 独立的问题 它跟台湾是有什么差别 那这个好像隐含的可能是 台湾也可以用邦宁的女王方式 跟中国 是吗 不是 是的 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麦路 那最后前面一个是 当然是说 我们在台湾民主 有个朋友在谈到民主自觉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它 那刚刚那个 中国朋友提到的是说 我们可能要把国家党派 跟人民做一些区分 不是要做一个 一个厄远式的对立业 是把它做一个 至少概率上的 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这么认为的 不是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 会记录到 国际上面的区分 会容易把所有概容的事情 把它当作全称 然后特色命令 变成全称命 好 那我们就请瑞仁来帮我们 再解割一下 这个问题很多 因为我们发现这里 涉及非常多概念的 理理的 一些混淆的 所以 会导致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 先说一下 我个人就觉得 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 就是说 虽然我现常 对人员 这一队的对人员 是非常悲欢的 第一点 现在第二点 因为我认为 我是一个立场太明人 但是通常定名 立场不是很透明 就是说 我想这个事情 我其实还蛮道理的 包括我的同事 因为立场都不透明 他们心里 都在小场 跟我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每次帮政务 比较叫我来讲 所以 我是唯一的建保 谁进步 台湾的进步 派人唯一的建保 所以 才会导致照顾教授 一些误解的 其实 事实上他不用怕多 你知道 他有一整群人都像 一模一样 他们可能那群人 人数非常的重 OK 然后 其实我们知道 最近 其实我们 老实讲 因为第一 我们的专潮差距很大 我是政治哲学 我政治 比较政治 非常识 然后他做的 我非常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在专业上 其实不让人们对话 这是第一点 这是说真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跟他有一个 以前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的 乡酬的方向不同 但我问你 我们的乡酬方向 朝向彼岸 我乡酬在这里 这有什么好变 有什么好变 我互相尊重 对 我了解 我了解你对那边的热爱 那我也想你尊重 我对这个地方的起来 就是这样而已 那一部分 没有办法辩论 但是在那个 无法辩论 那一部分 不需要辩论 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的 情谊底下 我刚刚不是在讲 come on ground 不只是香港人 当然也是一样 其实我跟张东教授 我们都有很多 come on ground 据说张东教授 说他是左派 我大致上 大概属于台座 不要因为我是台湾人 所以台派 在他们的国际 台派都是右派人 所以他就贴了我们的标签 所以我总要问 我没有贴任何人的标签 因为这个年代 全世界的左在产生在地 所以我们有一个名字 叫what is left 那句话 可以懂意思吗 还剩下什么 这个是一语双断 因为左翼在 那个 所以磨解之后 他重新思考何为左翼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台湾也好 在香港认识的那种地方 还有评论的时候 想要顾略一点 很多人想到你是台派 因为你自己对台湾产生的情感 你把台湾视为你的足够 于是越来越右派 于是你就不可能 在社会里面上是进步 像这种东西就是 无论变论呢 然后就先给你贴一个标签 然后我们想尽办法 我们能力的想要在台湾认同的前提里下 去做一点进步的自我男性 我们希望台湾内部是公平的 是多元的 是国际主义的 是不要封闭的 我们想尽办法 在理论上自我批判 做到这个内部还不行 说不定什么叫新右翼 所以我比老国比台中基本 叫来比较好一点点 比较新右翼 那这样我要怎么讲话 好歹请不认识说好吧 不认识台中左翼 那我们去台湾左翼 你是统一左翼 那我们统一谈 那我们统一谈 我们知道都是左翼吧 那我们在左翼上 谈一点合作的可能性呢 这点我跟村舅舅舅 我们已经谈成了 对啊 所以我们没有对话 那我们是如果你那个 师弟对谈 你不在啊 你遗憾啊 对啊 所以说 所以在台湾的一些论术上 有些困难 可能不容易一些 作用追译说明 也会为中国朋友了解一下 那另外一说 中国的那个时间 我是非常乐意 因为中国时间 但中国不乐意给我们时间 哈哈哈哈 我刚才讲 我不是在玩文字游蚀 中国的 中国是绝对的游蚀 中国国家 中国国家是绝对的游蚀 它是世界的霸权 它即将跟美国 它就跟美国 已经快要新生定乎 就是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国家 我想送给中国的领导这一句话 他在做中国梦 我送给他一句话 就是西塞罗 他叫强者的温柔 你要做强者 你必须温柔 你必须理解落入的形成 你必须宽空的对待他 什么叫天朝 天朝叫静越南远白 心越成福了 那才叫天朝 天朝是以文化的价值 去感化周边 都不是你鼓励 所以说对我来讲很简单 那个时间互相 好不好 大家相互理解一下 特别是强者 可能不要表现更宽容不太多 OK好 关于刚刚讲了很多问题 这一段概念 你会去一个历导 关于比较周围 看到这里 本来我今天日记 用一种极度学术的方式 可以大家把我 跟香港政治稍微区隔一下 不要以为我在那边去被鼓吹什么 马尔党台独立什么东西 我今天真的很希望 让大家了解 我没有invent这个东西 是里面的行动者 跑来找我 所以我被捡进去 然后我发现 他们在做一些行动 我不管怎么样 我必须对我的知识真诚 所以我发现 真的在香港出现了 一个这种现象 这个现象 是不是能够代表 所有的香港人 我不敢讲 很可能目前只是一小部分 但是他可能潜在了 有这种情绪 但很可能他没有政治的条件 去把他讲出来 或去组织出来 我们都不晓得 我想加上一边 他们那个复杂的心境 我永生的那些话里面 我想包含了很多 如果可能 也许我要怎样 也不一定 我们会晓得 所以我今天对我而言 我是被动的去 决定到一个 对我而言 我是世界史的现象 老实讲 在中国压力比的 清兰会出现 是非常精灵的现象 好 那这一次另外的话 不管就是 你说那个什么 另外这位周永康 不是中共的周永康 他刚刚讲的 说是觉得他不是独立的怎么样 我想到我的台湾 有一位民主民众老前队 叫黄信介 黄信介以前有去明演 他说 要搞台湾独立法 只能做不能说 台湾在 而且那是在90年代 已经民主化 所以他还在讲这种话 因为那是有国安法 主张台湾独立要被消去关 所以他说 我们只要做就好 不要说了 所以我不晓得 状况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也不晓得 我也不晓得 他们怎么学院在想什么 我不晓得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自觉 都改成自主 我也不晓得 他们为什么一开始 非常强悍的冲 对不对 学院说 要搞云气战 雨伞革命 那些运动 他们到底还是革命啊 现在忽然间变成了说 对话 或者在基本法的框架 我都不介意 我认为 他们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 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政治压力 很努力下 从来没有人要他们 要想什么话 所以我跟各位讲 在伦理的立场上 我非常赞同两位的态度 他的态度是很明白的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去尊重配方 做能用 因为不是价值的立场 去理解配方 然后呢 加法用一个更伟厚的态度 不会是姐姐 山羊轿子 我是说 加法提出一个很重要的 complex 就是尊重 理解目前香港的年轻人 所处的脉务 不只是年轻人 很多啊 各派的这些香港 为香港民主来争取 这些斗士们 他们所处的困难 跟困难 不要一厢情愿地 保护我们的期待 逼他们要怎样 他们有面对他们计划的困难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条件 这样子 所以我的态度 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包括像 某种情况那一代 从民主的一位 转化到现在的 也很广义的本土 这个过程 那个心理转折 那种对峙我的幻灭的过程 那个痛苦 可能是我们也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一天 今天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态度是很清楚 我没有要解 我非常尊重 而且同性的理解 好 那再说到的时候 黄信介讲的时候 台独可以做不能说 或者说自觉 各位民主主义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自觉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权 他们是个人权利 民主的自觉 每一个个人公民的自我权利 是一种个人权利 但是当你说到 一个群体要做自觉 那就是集体权 在国际人权法上叫group right 所以那个group 本身是he historically formed 是历史形成的 所以对我们而言 你要怎么穿过这个地步 这个想要宣称他有自觉权的群体 你要叫他们一个国家人民 叫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没有意见 但是很明显 这是一个集体权 很明显 在bottom line 它是一个civic nation的代表 什么叫civic nation 法国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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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unest renounce 在what is the nation 的定义 跟各位讲 一听就知道 什么叫做nation 就是每天举行公民投票 来确认我们是自我决定的 那这一群人就是nation 法国的民族 说什么叫nation 就是活在一个共同的法律底下 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共同代表 即使把他们的集体理直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nation 这边是留法语系的人 如果他们要讲nation 难道他不是在追求一种各种东西吗 但是那个不重要 我们不一定要讲 还有一个就是说独立跟自觉 或者独立跟那个 独立是一个愿望 理想上也许大家希望能够独立 在这个自觉的立场上 但是独立是政治现实 你有没有实力独立是第一回事 所以国际上很多落小民族 都主张民族自觉 包括原住民在内 大家知道阿里山州族 我们斯大尔王民会 叫做是最有名的一个州的民族主义者 主张民族自觉 他也没办法把州从来都独立出来 你想上也许希望阿里山独立吗 我每次去阿里山都希望去申请签证 我都不许阿里申请签证 你还没有独立成功 对啊 但是我现在一直要告诉你说 弱小民族因为政治实力不足 而没有办法去 要求完整的政治分离的时候 他们会set up 恢复 高中自知 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建议 全世界的比较弱势民族 所以高中自知 这很多时候是拟不出去的一种表现 这个实在是史不决策 非常明显 所以各位不一定要办 所以当讲自觉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是独立派 所以我完全同意 周朗康认为说 他们香港人有权利做利益自觉的时候 我认为他有一个潜在 认为香港人是一个 Civic Nation的那个想法 但是他是不是要独立 我不认为 因为他们面对的那个 独立的话 但是太危险了 那真的太危险了 所以我认为他们希望 争取的那一种形式独立 最终如果你要反映在 基本法的修改下面 基本法在他们眼中 会很像香港宪法 那香港宪法是什么意思 你刚刚不是讲 跟主张力宪吗 直线 我跟你讲 很多人直线 听到直线 或者说基本法 当你把它认为是香港宪法 很明显 你把香港当作一个 缺乏政治实力 去独立的弱小男主 最少我要争取一定 真的相当于自己 这个决定的权利 所以这里面老实讲 然后他们很多都是在 政治压力一下 在不断人发言 所以我们都不要 我是很不想 所以当时他们要挟的 我非常的犹豫 我再一次强调是被决入 所以我今天希望在这边 我要跟谁辩论 那赵东老师有对这件事情发言 然后我也不想 我要跟谁辩论 我也没有支持他们怎么样 但我支持香港人 自己决定他们的命运 这个是保抗的 好不好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 其他我在 然后至于 我觉得 民主是不是不是价值 你自己决定吗 我说不是 我不要再决定 你如果决定民主不是 你如果觉得 像李光耀讲的说 有一种叫做亚洲价值 这个亚洲价值 可能重点是什么 是和谐 是和谐 如果你觉得那是成立的 那你就必须要站出来 去说你大家 接受你的想法 然后让我们去走一跳 跟民主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是你的权利 好 好 那台湾 我问一下 香港民调的产生 这个东西 他们有一个 那个 港大那个 有一个问卷 对 都是用电话 有一定的三口 那个你上 港大的民调东西上面 它有非常明确的方法 对 它调查方法都非常清楚 不是我做的 各位 不要再把我跟他 我没有发明 我这个人去宣购了香港的民调 就名香港人出现的民主主 我高兴的钥匙 那我干嘛 我当香港国库吗 我去台湾都管不完 卖管在那边 做真的台图都打完了 卖管 好 好一点 我没有特别的意见 不管你叫做彭卜主义 叫做中国独立 最终 你要干嘛 比方距离不必要 台湾向上维持 台湾的第一个是 是努力 第二可能的话 希望完成法律独立 为什么 最近这次的318 不是提出修宪吗 修宪背后 你到了快要自宪 因为台湾的宪法 完全动弹不得 台湾宪法已经把 你看 我们的待遇制 很多问题是宪法来的 然后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出现那么大困难 也是因为宪法定位不明啊 所以台湾现在已经走到的 一个宪法学上 叫做constitutional moment 一个自宪的一个时刻 在这种情况底下 对不对 你走到这个地步来了 对不对 那你说 你现在讲说你到底要用 你的身为自觉 或什么 都没有特别意见 你叫做本土主义 那你要解释 这是政治文化的本土主义 这是一种政治本土主义 然后你要修宪 你要立宪 你要自宪 你要冲透 把台湾的宪法改造 一个符合台湾现实的宪法 在国际上 人家怎么看 这就是宪法定位的意思 台湾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不用睁睁眼眼 我们明白去 整个308把一个事情 全部掀开来 把Penderas Box掀开来 整个台湾独立的问题 不再为无评化 它变成一个政治选项 变成一个你必须要serious 去面对政治选项 这个政治选项本身 到底是D还是B 你要去面对它 在制度面 如何实践 你要面对它 在政治 政治经济文化 跟我们追求的所有的价值 比方说 加拿今天提到很多 香港的进步运动也好 我们看进步运动里面的社会面 比如说追求社会正义的这一类东西 这一类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 需不需要一个主权国家的外壳去保护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被 没有人回答的问题 那但是在西方文化知识文件上面 已经说了 比如说你需要一个 你的所有的 他们现在要求所有的这些进步权力 统称为公民权 City的权 公民权需要透过什么 国家制度去体现 需要透过立法 去有效的 而且具有合法跟正当性的方式 来分配资源 那这个分配资源的过程 需要被同意 不是你主观认为是进步 他就可以这样子 你要进步位于具有正当性的一个过程 这一切都附着在主权国家上面 当你要求这一切的进步权力的时候 你预设的 你肯定 除非你搞个命令 但是你持续在做这种社会运动 也就是你觉得说普选不重要 没关系 那你最早要要求出 你要在现有的一个法律体制里面 你的公民权 能够体现这些进步的价值 的权力 那你这个公民权要附着于哪里 你的公民权复权于世界公民吗 复权于联合国吗 香港人权追求呢 基本上还是 还是法律社建立的 Hong Kong这些人选 不是吗 台湾一样 我们一样是台湾的这些人选 所以 一旦你在要求这些权力 每一个都在affirm 都在确认这个国家的存在 这个国家生活存在 那所以以后呢 这个国家要解散 变成业务政府 那是下一个解散的事情 等大家去抵抗 人类都解放之后 达到一个进化程度之后 也涌回口 把所有国家全部解散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不同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常常会觉得说 有时候觉得哪有什么场 所以说对我来看 河千鸿他应该也蛮本土的 也就是说 他是站在本土的一场 他也在本土 但是他比较重视弱实 所以在我们台湾角度 就算台土主义了 他们叫香港本土主义 类是这样的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只是说有些人重视各种的价值 这样子 然后希望说 透过香港的法律 跟制度能够实现那些价值 OK 好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说 刚刚我们谈到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真的对立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从头到尾 我并没有在推广 或者在创造跟发明 我不是神 拜托 因为神宣告了香港独立之后 香港的独立 所以我说真的 我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从头的说起 我刚刚那样稍微提一下 然后我在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香港人 你说香港人的意识 比他们很高 法律意识 什么宪法的意识 我不相信 为什么会这样 香港法治意识很高 我认为很大的 它是 protected by the British system 它是被保护的 香港最大的弱点 香港文明程度非常高 手法非常 那个手法意识很高 绝对超过台湾 可是它有一天 我现在不是在导容 那个自卖自华 它有一个Decisive 一个不如台湾的地方 其他当时 我刚刚问你 我没有给香港人 立法权跟参政权 但它去用法治去保护香港 那是大英天 我的系统在保护它 你看现在的相当性 它变成什么样子 你看现在延政公署变成什么样子 延政公署这几年 这几年的判断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现在开始要 香港法院要用什么 爱国法官 没有英国的保护了 香港的法治就会崩坏 你现在看到的是英国保护 还没有完全崩坏 那台湾 那台湾被英国保护 台湾痴迷 台湾那是什么 是国民党 是一个不知道 什么叫法治的国家 那台湾人的法治很残缺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马国当统治家 大家一起脏一起烂 所以我们的社会 同时也是这个政治产物 尽管如此 即使如此 台湾它是想办法 由下而上的 挣脱这些污染 想办法创造一个属 就是我们自己的民主和法治 台湾比香港最强的地方 是我们的政治注定性 我们的概念 有办法掌握 所以虽然你国家很烂 但是你一旦违法 你看社会 马上起来 Watch 然后马上起来 底下话就会出来 就会阻挡他们 对不对 然后就会跟街头组织 组织 织练义民主 这样子 然后你不省意 我们自己省意 台湾有这个东西 所以台湾人一般看起来 是比较一样 比较那样 看起来比较Sabi 然后就会比较怎样 我们没有经验过 英国那种文明的 殖民主义 所以有时候 我想这是非常恐怖的 一个殖民主义 近在某一乡的时候 四个晚上 这是非常矛盾 但是我告诉你 现实就是如此复杂 然后自己人的统治 我就说文化上 对相近的人的统治 有时候是corrupt的人 有时候是慢 OK 所以对我而言 香港现在那样 我认为是很危险的 我认为香港今天要征求 要自我保护很大 人要防卫这些平方 民主法制作为 法制 民主我不敢讲 法制作为香港的核心价值 一环 如果没有民主 去保护它 有没有我记得 如果没有香港 有一个磨弄程度 你就要办主权 好了 不要说宣布主权 香港自我决定的力量 透过一些基本法里面 创造某一种保护膜 能够抵挡 来自于中国 那一套 corrupt politics 一个干预 党政不分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 香港这些东西都会没有 你看现在这枪警察表现 所以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看法 并不是看不起我 因此我才更加的理解 体会香港人想要保卫我成的心情吗 这个我成不是只有什么 双飞或蝗虫的问题 还包括很多核心的价值 其中因为价值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法制 这个法制的价值是 有一个保护壳去保护它 这个保护壳在一国两制 昨天消失的过程当中 已经没有保护了 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今天这里面 算不算是从普世价值来支持香港 好不好 最后我想mute 对啊 那 好了 那 好的 那我想大家就请大家 我们应该是要结束了 但是 讲法说他 可不可以再讲一点点话 那我们就让他再讲一点点话 那你自己挣够时间 其实我不是要讲香港 我是想要说 对啊 我知道我被叫三女 可是我不是三女 我给你最大的 我是女性的 然后 然后 但是我还想 有问题的解释啊 其实脉络我们不懂 三娘还是哪三娘 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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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其实 三娘是哪三娘 你要跟大家讲脉络啊 我上PPP上面有讲 但我要说 如果我是个成功的三娘 被称为三子的 或是那个领袖 跟群众的关系 会不一样 那我们是个成功的三娘 那可以吗 三子 还有把他拔掉吗 你自己升级到人身攻击 我没有 我这边讲真的 我们是个成功的三娘 如果说是三娘的话 没有 太委屈了 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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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省这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跟一些运动核心的人 深境的话 你在想象的一些 比如说 好 神一名主 神一名主在三娘是左胶 因为少子讨论 他会打叉叉 所以我要说的是 嗯 其实我 老师这件事情 其实要再开一根的责路来讲 那我只想说 我如果真的是三娘 答应我们就可以拍了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三娘 我想到想到 那我 我最后只是 也想再讲一件事情是说 我觉得香港很艰困 但是相对要丰富 因为它的光谱拉开 非常的开 很开 那我会认为说 很多事情可以再看多一点 我不会否认就是 我会认为老师说 我真的有一部分的本土 用意是这样想 而且他们里面 其实我相信也有个拍音牌 但是我也觉得被打成左胶 或是他们会想 他们开始在谈本土左翼 甚至他们叫开放本土 开放本土 你其实是看他们在用字简直上 他其实都想要透过这个本身去 你可以说行动策略也好 可是他的文字背后 其实在反应他想的我 我必须说 如果他们叫做左翼开放本土 的话的确他们关心的 或是他们实力的点 他们在论述的 不会只有资助 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 去处理更多 我们想像的土地 粮食水等等的问题 或是他们居住这里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 他们的确在有 所谓我很敬佩他们是 他们花更多时间 就是透过民主 还有各个议题累积起来 对他们自己香港人的认同 我觉得比较多 本土左翼也好 会开放本土的年轻人 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 谢谢大家 我一看已经开始在主题感 因为这不是星期五 所以我们只能到十点半回去 都要清晨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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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